最佳变CP这种设定真的爱死了 学霸上学第一天就跟校霸抱在了一起 还调戏对方说他腰挺戏 开学第一天凡杜英助理跟主任聊的太投入便尿盾去厕所找了个隔间玩手机 不巧目睹了一场校园霸凌 散步的热心校霸正巧路过 用武力压制了欺负贝特的垃圾就让受害者走了 此时的教导主任也闻声赶来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便质问谢顾你干什么呢 地上的加害者秒变受害者 反咬一口说谢顾欺负人还抢钱 无奈教导主任只能让几人跟他去办公室 隔间里的烦度还在思考着要不要出去告诉主任实行手机就响起 结果也被教导主任当成同谋一起叫去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主任先是一顿言语教育 但又想起校长刚强调了不能体罚学生 罚血吸体吧 看架势这群人估计也不会 便学着前几天在新闻里看到的那样让打架的同学以拥抱话干戈为玉博 反正这里也没有文美的 见众人没反应主任又是一嗓门 谁不报直接校级处分 全校通报批评文言其他同学三三两两抱成了一团 就剩下凡度和谢顾还愣在原地 身旁的凡度瞥了一眼谢顾 没看到他脖子上有紧环 想来这家伙不是有妹的抱一下也无所谓吧 随后不情不愿地慢慢靠近谢顾 刚刚开手说抱一个就被谢顾没好气地骂了一声滚 一旁的主任继续施压 你们敢不抱 快点 随后凡度使劲一拽将谢顾抱在了怀里 还调戏到腰还挺细 谢顾红着脸只能恶狠狠地瞪着前方 随即灵光一现 反问凡度戏嘛 然后双手俯上凡度的腰慢慢下滑 怀里的凡度瞬间僵硬 谢顾趁胜追击 这么严肃做什么 笑一个 凡度只能让他别乱摸 谢顾却越来劲了 不知道你心吸素什么味 说完下滑至凡度的脖梗 上去就是一口 被浓烈的心吸素味道刺激到谢顾才松了口 这家伙的心吸素是烟草味的 太刺激了 而且他竟然是个elf 看着谢顾吃瘪的样子 凡度倒是放松了下来 这就受不了了 没等谢顾想好怎么反驳 就听主任说五分钟到了 闻言谢顾立即从凡度身上弹胎摸着自己的鼻子 还好没流鼻血 只觉得凡度的心吸素和他人一样有毒霸 闻起来就让人腿软 一旁的凡度还在继续挑衅 继续啊 跑什么 这就不行了 谢顾双手紧握成拳 脸上云淡风轻挑衅地说着 别急我们来日方长 背地里却按按骂谢顾有病 吵闹的教室里 大家正讨论着买来的一股好的心吸素 下一秒老师就拍手欢迎着让凡度来做个自我介绍 台上的凡度言简一概地说着自己的名字 讲台上的老师还在说着 让大家像一直名列前茅的凡度学习 这边凡度就自己拉开了一个椅子坐了上去 前面的同学战战兢兢小声地提醒着 他坐的是谢老大的位置 凡度刚开口问着谁一个书包就冬得出现在他面前 你谢爹我 刚好讲台上的老师看见谢骨旁边还空着一个位置就让两人坐同桌 这两个是一个比一个刺头 不过倒是挺统一的拒绝了 但还是没能逃过老江的铁齿铜牙 无奈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 远离是非总行吧 但是非就要自己找上门 就这么怕我呀 怕得想跑 上一秒还在互相挤奶下一秒就叫着宝贝起床了 学霸和笑霸能擦出什么火花 当然是爱的小火花了 自从两人被迫坐了同桌后 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整骨对方 本来奶喝得好好的就非要挤人脸上 完事还特别欠揍的问人家好喝吗 学霸也不惯着他 反手就给笑霸的脸也做了个奶聊 两人一触即发差点就开始干账了 讲台上的老师也是忍无可忍了 扯着嗓子就问两人干什么呢 谢骨立马掏出手帕说 他在帮生活不能自理喝奶 都能喝到脸上的凡渡同学擦脸上的牛奶 凡渡脸上带笑说着谢谢 手里安安是净恨不得掐死这压的 反正不管怎样表面功夫是做足了 课间十分钟谢骨正趴在桌子上睡觉 迷里呼呼的嘴里叫着前童桌的名字 让对方英语课叫他起床 名字凡渡倒是没听清 就听见谢骨说让自己叫他起床还愣了一下 很快门口就传来了老师的声音 凡渡脸上一脸坏笑 是你让我叫你起床的 随即起身摩缩着谢骨的后颈 凑近其耳朵暧昧的说着宝贝起床啊 惹得前排的同学们纷纷投来牛逼的眼光 感叹笑霸不愧是笑霸 这么快就对学霸下手了 桌子上的谢骨眼睛都没睁开就挥着手问着谁啊 直接被凡渡一把抓住 宝贝 看清楚了再打 谢骨愤愤的说着你特么叫谁宝贝呢 你有病吧 惹得台上的老师又一顿挨的教育 气得谢骨只想一眼刀飞过去嘎了凡渡 前桌瞧了瞧凡渡的桌子扭过头 做着自我介绍 是谢骨的前童桌也是班里的题尾 重点是他想八卦一下这两人到底什么关系 对此凡渡只是轻轻一笑预盖弥彰 但两人的恶作剧倒是升级了 谢骨本来好好的面包不知被谁换成了芥末线的 辣得他脸泪直流好巧不巧的看见旁边桌子上这一瓶水 谁能想到这瓶水也是加了料的 身旁的凡渡一边吃着泡面一边问到醒了 坐下时还一直故意搅拌着泡面用香味勾引谢骨 还讽刺地问他面包好吃吗 同桌 谢骨则是在心里默默把这笔账记下 但等到晚自习都没能看到凡渡行动 无奈只能起身离开了教室 前桌体尾又开始八卦 看见凡渡看着谢骨离开的背影目不转睛 就自行脑补是凡渡在关心谢骨 还好心地提醒凡渡谢骨从来不上晚自习的 他溜了 凡渡你别看了 但凡渡只是觉得谢骨好似在想什么不好的东西 说不上来 反正就是觉得谢骨的表情怪恶心的 还在心里琢磨着难道那家伙是在憋大招等明天再战 连吃个饼干都不安生都觉得一定有诈 小心翼翼对着饼干检查了又检查 又闻了闻是正常的草莓味才塞进嘴里 但吃到第二个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了 直接表演起了喷嚎 耳朵都被辣得弹出来了 随即将饼干全部倒出却发现里面有张纸条 好吃吗同桌 哈哈 虽说学霸被整骨的样子笑霸没能看到 但效果还是有的 晚上回到家的凡渡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无奈只能继续吃泡面 这时手机上却突然谈来了消息 是U235 两人正在互相吐槽自己的傻叉同桌 U235得知他又转学了 而且同桌还是个傻叉是豪言壮语的 就回到你要是转到我们学校就好了 我照着你 U235是凡渡的第一个朋友 他们从没见过去了解彼此所有的心事 就连网民都很有缘分 在化学上U235与U238可是一对难舍难分的同位素 但怎奈何U235是个学渣肯定不懂这样的浪漫 而他们已经做了七八年的网友了 凡渡想在今晚进届一下谈点别的 晚上隔着屏幕叫着男朋友白天面对面干账 凡渡有个聊了七八年未见面却知道彼此心事的网友 今晚打算升级一下关系便给对方发布去一张图 让对方猜这是什么动物 猜对了就当他男朋友 这能考到我 必然是哈士奇 这边的谢顾收到那条恭喜你答对了 当我男朋友好不好的消息只能激动地说着我草 随即就飞奔过去跟三哥分享这个喜讯 三哥倒是觉得挺好的 两人聊了七八年了也知根知底 对面的谢顾倒是过分地扭捏 主要是他还没分化会不会跟对方状号是个问题 而且自己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只知道对方所有的小秘密 喜欢辣喜欢酸 抓娃娃特别厉害还会泰拳还是个学霸 说着说着竟然有点想答应对方的冲动 网恋吗 这个三哥有经验 我和女老师也是网恋 当时他约我给他做个花壁 网上就聊得特别欢 见面后更来电了 随后让谢顾听听自己的心 想答应就答应呗 一顿纠结后谢顾红着脸发过去也不是不可以的字样 樊渡盯着屏幕上这几个字脸上爬上一抹飞红 他答应了 下一句男朋友给你看我刚刚画的纹身底图就彻底让樊渡蹦不住 他叫我男朋友 刚确认关系的两人逆逆歪歪聊到半夜 樊渡不禁开始幻想的什么时候能和U235见面 还有对方长什么样子 导致隔天差点迟到慌慌张张的在门口跟一个人撞了个正着 两人相互对视一看 随即又开始骂骂咧咧 大早上就踩狗屎 樊渡也不甘示弱 切 大早上就被碰瓷 随后又因为谁先进门的问题更是手脚并用 反正谁都不让谁 下一秒樊渡就安静了下来在口袋里掏来掏去 然后偷摸的将什么东西贴在蟹骨身后 脸上则带笑的让蟹骨先进 不知情的蟹骨说了一句也懒得和你一般见识就进教室了 却惹得一阵哄堂大笑 摸了摸后背才发现樊渡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他背后贴了一张纸条 樊渡 你特么刚刚往我背上贴东西 樊渡则是将装傻充愣进行到底 幸好老师来了蟹骨才没能将拳头挥在樊渡脸上 上课时蟹骨又趁着老师叫樊渡起来 带大家朗读课文的功夫将装满水的气球放在樊渡椅子上 随后一边憋笑一边观察着樊渡的表情 从洋洋得意到震惊和愤怒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一旁的蟹骨还拍着手若无其事的夸他背得好 你想死吗 手上偷偷打开笔盖 直接自了蟹骨一脸墨水 然后也装作若无其事的说着呀 真不好意思 蟹骨只能愤愤愤的说着一个擦 樊渡悠哉悠哉的转着笔 来呀 谁怕谁 课间十分钟樊渡正在厕所换湿裤子 结果被一双罪恶之手将两条裤子都拿走了 想也知道是蟹骨干的 无奈只能用上衣勉强遮起来防止自己走光 此时的樊渡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弄死蟹骨这丫头 大毛笑霸被摸受耳朵 给老师打学霸小报告竟然反被老师惩罚 让其补好卷子不说还要让学霸同桌签字 这可把我们学霸瞒到了 本来偷瞄对方一眼卷子两人都能嘲笑起来 现在还让他写完卷子找对方批 还不如直接送我们笑霸去断头台 只能趴在桌子上跟自己赌气 我蟹骨就是从楼上跳下去也不会向凡度低头 这边凡度的视角看着蟹骨不停抖动的 授耳不惊上手摸了摸 被蟹骨询问原由时还臭屁地说凭对方的智商 太阳下山的对方也做不完他不想浪费时间 条件就直说 条件嘛 学霸就是想趁机捏一捏兽耳 讲台上的老师也刚好讲到F发情雕质的第二种 喜欢肢体接触比如捏伴侣的兽耳 蟹骨听凡度要摸自己的耳朵 脸红成了他码头净险的十分娇羞 你知不知道兽耳很敏感 一旁的凡度边回着N边举起卷子嘚瑟 让蟹骨求求他他就轻点捏 一顿心理挣扎后 憨批蟹蟹抢过凡度的卷子妥协了 靠 你快点 内心则默默不爽的咒骂卧槽生平 第一次被人摸瘦耳竟然是自己的死对头 凡度手指的温度很快就传导到猫耳上 不情不重的揉捏带来酥麻的快感 蟹骨身上止不住的颤抖 就连尾巴都不受控制的冒了出来 面颊红润喘着粗气 问凡度还要摸多久 凡度脸上带笑说着可以了 下一秒直接抓上蟹骨的尾巴 一瞬间就惹得蟹骨直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尖叫了起来 最后的结果就是被老师当着全班人的面教育 又气又脑的谢顾恶狠狠地瞪着罪魁祸首 在心里大骂对方衣冠禽兽人面兽心 下节体育课要学游泳 正在换衣服的谢顾听见有人喊他帮忙占柜子 环顾四周人满为患更别提空柜子了 只能去其他地方找 几分钟后回来人基本上都空了 向自己的更衣柜看去脸上的表情一下就呆之着了 校罢为学霸牌泳裤代言 谢顾打开更衣柜发现自己原本的泳衣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幼稚且花里胡哨的泳裤 我靠 烦度你特么的把手无情 耳朵都摸了 体育馆这边老师看着缺席的谢顾正准备计框课 谢顾的声音就从不远处传来 老 老师 我来了 有点大病的泳裤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还夹杂着体育老师恼怒且不解的询问声 谢顾看着人群里的罪魁祸首咬牙切齿舔脸说着那什么 这个叔父 他轻薄无感弹性十足 给你空气一般的自由享受 体育老师只觉得没眼看了 摆着手就让他进队伍了 结果没过多久连丢人现眼的泳裤都没得穿了 潜水去谢顾吃是不肯下水 老师以为他又搞什么幺蛾子 主要是我们笑爸是猫怕水啊 人家还是鸡呢都游得比你好 一句话说得谢顾老脸一红 随后还被威胁 我数三生你再不下去我就帮你了 话都说这份上了笑爸只能豁出去了 捏着鼻子闭上眼睛扑通一声就下去了 却跟刚好游到这里的凡度碰了个满怀 作为一个汗鸭子谢顾的第一反应就是乱扑腾 身体不断下滑慌忙的喊救命 因此咕噜咕噜喝了不少水 学霸英雄救每一个用力将人送出水面 人倒是没事了 就是这种裤子们莫名其妙出现在了凡度手里 嗯 解释不清楚了 只能厚着脸皮洋装无视发声轻飘飘地说着还你 笑爸颜面彻底扫地 小拳拳紧握此刻只想杀了凡度 凡度表示委屈啊 我不是还你了呀 你还追我干什么 岸上的体尾一尴尬 那个 老师 您看着还用我教谢顾游泳吗 哈哈哈哈 我只想说一句你俩别太离谱 两人的爱恨情仇直到隔日都没能缓和 总之凡度不管干什么谢顾都看不顺眼 吃 就知道吃 这个气得我昨天没睡好的罪魁祸首 一旁的凡度一脸猛逼 怎么一大早就炸毛了 还热心地将自己的面包递过去给谢顾吃 本来在心里骂骂就得了 这次直接当面炸毛 谁要吃你的破面包 凑巧这时候凡度被告知班主任找他 这边的谢顾就开始进行反杀计划 哼哼 君子报仇24小时不晚 回来的凡度一眼就看见了桌子上的情书 一旁的谢顾还在满怀期待地等着凡度拆开看 就见凡度想都没想就将情书撕了个稀巴烂 卧槽 他怎么就这么撕了 难道他一点都不心动吗 校爸为整股学霸匿名给学霸送情书 偷鸡不成是把米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看着凡度直接将情书撕成稀巴烂 还将放过情书的桌子仔仔细细擦了个遍 谢顾直呼好家伙 没对象还这么冷漠活该你单身 不过不收情书他还有下招 用软软的身份以同班同学的名义 加上凡度的微信 凡度果然同意了 课堂上老师让凡度这排从头到尾 讲一讲昨天作业的古文翻译 谢顾偷目瞄了一眼 凡度桌上空白的作业本沾沾自喜 啊哈 我们的大学霸也有没写作业的一天啊 随即新生一季用软软的身份 给凡度发了一份古文翻译链接 看着前排因为没翻译出来站起来的同学 凡度果断选择了点开链接 手机里随即就传来超大声的 低音声和交传的哑灭蝶 全班同学同时瞳孔地震 卧槽谁在看片 卧槽大胆 在一阵惊呼中凡度手忙脚乱的关掉手机 一旁的谢顾悠哉的撑着下巴看好戏 闻声而来的老师双手插腰询问凡度你在干什么 凡度起身一脸坦然自若的开始瞎边乱扯 对不起老师 我在查一个古文的意思发现源头是日本古文 于是就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下载了一篇听力资料 想要现场学习一下增进我对古文的理解 日文古语就是这样的发音 引起大家的误会了 对不起老师 下次我带耳机听 整个过程异常平静 老师不幸能咋滴 只能无奈转身让凡度下次课后查不要在课堂上查 一顿操作直接让旁边的谢顾惊掉下巴 卧槽 这样都行 软软 你网名挺骚啊 文言谢顾瞬间耸了一匹狗在课本后边装傻 傻软软 我还硬硬呢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凡度脸色阴沉 好 你很好 英语课就顺利扳回一城 讲台上老师提醒大家这节课都好好听讲重点了 谢顾心虚又敷衍地回着恩恩 好好听 打开课本的一瞬间就瞳孔地震了 身旁的英语老师一脸慈祥 谢顾你看什么呢 吓得谢顾直冒老汗 下一秒课本就英语老师一把夺过 免不了一顿河东诗吼 谢顾 你在我的课堂上看这种东西 小小年纪怎么能这么好色 想起凡度刚刚那种情况都能混过去谢顾也一脸的自信 对不起老师 但人不好色好什么 好好用吗 想来没道理他混不过去啊 结果就是喜提检讨一万字 并且周一生气要向全校老 从教务处出来时 谢顾简直觉得自己要被教务主任骂师聪了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凡度搞的事 随即就发誓今天必须教训他 满身杀气地进入教室恶狠狠地盯着凡度 凡度 让你再多呼吸几口空气是我对你最后的宽容 凡度则是满脸的淡定 谢顾一个箭步冲到凡度面前 凡度先发之人 我猜教务主任一定让你写检讨吗 字数一定不少 五千字还是六千字 你写得完吗 一句话直接拿捏谢顾 主要是他还真写不出来 况且来根本不是五六千的事 那可是一万字啊 他平时连写的八百字作文都费劲 凡度趁机提出条件 你让我捏半小时耳朵 我可以帮你写一千字的检讨 我们笑爸当场大意凛然的就拒绝了 做你的春秋大梦 我谢顾绝对不会像恶魔出卖灵魂 厕所的隔间里就红着脸乖巧地坐在马桶盖上 爸爸 咱讲讲价 你要的实在太多了 咱能不能 文言凡度凑近兽儿 可以 用另一种方法 笑爸苦于一万字的检讨 无从下手只能向学霸妥协 不料想跟学霸打个商量学霸 却让他变成兽型给自己撸 隔间里谢顾被凡度摸耳朵摸得一脸嘲红 爸爸 咱讲讲价 你要的实在太多了 咱能不能 没成想凡度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凑近兽儿轻声道可以 用另一种方法 谢顾迫不及待的就想知道是什么方法 凡度并未松开摸着兽儿的手 而是朝着兽儿轻吹口气 变成兽型让我摸 谢顾又嗅又恼 一把就将人推开了警告凡度别得寸进尺 凡度则一脸胜券在握 那你看看你这五小时要怎么付给我 我不接受分期 迟一天要加两小时 谢顾张口就想骂人 你特么 话还没说完就听凡度继续道 兽型让我摸只要半小时 随后起身欲擒故纵 看你的想法 我无所谓 酣批笑爸再次上钩 你出去 我 我便就是了 片刻后凡度见隔间里依然没反应 便敲门问的好了没 催活了你 好了好了好了 你开门吧 打开门一只宁猫奶胸奶胸的窝在马桶盖上 凡度蹲下先是摸摸猫猫的头 猫猫只能被迫营业无奈配合 结果凡度得寸进尺让猫猫自己递上爪子 你过分了呀 我又不是狗 虽然但是凡度还是重复着爪子两个字 猫猫无奈再次妥协 为了一万字检讨我忍 片刻后凡度再次提出要求 躺下 肚皮露出来 这次猫猫直接炸毛了 嗷呜嗷呜地叫着 不看翻译我还以为他骂得很脏吗 也只不过是骂凡度王八蛋而已 对此凡度不为所动 已经制动 猫猫无奈又又又妥协 就是苦了猫猫了 脏了 我全身上下都脏了 我是一只脏猫了嗚嗚 但真相定律永远不会迟到 片刻后就彻底沦陷在凡度不错的撸猫手法中 待凡度终于撸得劲后拍了拍猫猫的肚皮 好了 放过你了 猫猫瞬间跳起捍卫自己的笑霸人设 敢告诉别人老子就杀了你 凡度一边拍着手上的毛一边啼笑道 告诉别人什么 告诉别人你掉毛秃顶吗 猫猫那个气啊 什么掉毛秃顶 我那时星辰代谢好 在心里又默默地给凡度记上了一笔 周一生气一事上凡度正在演讲 广播里突然放起了稍而不移的歌 气得笑长直跳脚 凡度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又是谢顾干的好事 人群中谢顾也看着台上的凡度竖起一根友善的手指 哈哈哈哈 你活该 这就叫恶有恶报 但我只能说你这在学霸面前都只是洒洒水 待到谢顾上台念检讨的时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人心险恶 刚开始一切还好 后来逐渐画风剑走偏风 在上周五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课堂上看了不良小漫画 但是我不认为我的行为有什么错误 青春期是人生中重要的一环 我们此事产生了性别意识及好奇心是正常的 只有正确的认识生理积极理解生理才能拥有健康完全的人格 所以我在此真诚地向校长提 等谢顾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杀不住车了 谢哥牛逼 哈哈哈哈不愧是你 谢哥 在校长愤怒的鬼叫中谢顾恶狠狠地看着不远处的凡度 凡度一脸的老谋深算 彼此彼此 老师也气疯了 我做错了什么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上天为何要派你们两个完蛋孩子来折磨我 结果两人同时喜提被叫家长 校霸申请和学霸同居 新学期正式开始班长站在讲台上让大家报一下军训服的尺寸 凡度有些震惊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没见识 怎么 没军训过 军训倒是军训过 只是凡度纳闷的是明明自己上的高二 谢顾一脸坏笑 一个学校一个规矩 这个学校的规矩就是高一高二都要军训 随后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一副不佳演示的坏笑 而且军训期间所有人都要住宿舍 凡度一看就知道这货肯定又没编好使 这时老秃走进教室送来了军训通知单 并告知大家宿舍的分配采取的是自愿模式 你们要是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我就按照上学期的来了 话音刚落谢顾就举起手 我申请和凡度住同一间宿舍 一旁的凡度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 老秃今天刚为这两个兔崽子操碎了心 不解到为什么 谢顾你没分话 应该去住无性别宿舍 谢顾倒是满脑袋嘴 说凡度的一感气快到了 与F共住容易产生摩擦 更不可能跟我没个同住 反而像他这种无性别的选手才更安全 还一副大意凛然舍身取义的架势 凡度同学在学习上极大的帮助了我 我也愿意在生活上帮助他 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听得老秃一个头两个大 停停停 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随后让凡度自己说说是不是一感气快到了 凡度也很难闷 我知道还是不到呢 就见谢顾狠狠的在他大腿上拧了一下 是Alphan你就别锁 凡度痛得一击灵下意识的就回着恩 经过一顿思考老秃最终决定给他俩申请一个双人宿舍 周一生气一事上谢顾和凡度又闹出了幺蛾子 为了缓解两人的关系 老秃使出杀手锏让双方叫家长过来 结果这俩家长更不省心 各自送来了能把他送去教育局的礼物连面都没闪一下 但问题总归要解决 无奈只能电话沟通 刚拨通凡度的电话打了招呼那边就是一顿快捷回复 老师啊 你好你好 现在有一点忙 不太方便说话 要是凡少爷生病了就送医院 打架了就处分 需要赔偿我们出全额 太让老师费心了再见 老秃连一句话都没说上就被挂断了电话 谢顾这边更离谱 电话都没打通 气得老秃只想知道这俩家长一天到底在忙什么 连孩子的事都没空过问一嘴 拿出登记的家长信息却发现凡度那栏写着单亲 谢顾那栏写着再婚 虽说两个孩子各有各的调皮捣蛋 但也各有各的不幸 老秃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背手走到班级门口 凡度依然上课很认真 谢顾照就睡得昏天黑地 刚想推门进去就看见谢顾肩膀上的校服滑落了下去 一旁的凡度虽然很嫌弃 一旦还是捏起校服给谢顾重新搭好 老兔愣住了 他们也没有那么水火不容吗 想来两个孩子各有各的不幸 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们才是最懂彼此伤痛的同类 本来是想把这两个扎一起就鸡飞狗跳的小混蛋分开的 但现在看来赌不如输 就顺势同意了谢顾的同居申请 谢顾诡计得逞刺着大牙搭上凡度肩膀 怎么样 高兴不同桌 凡度一把就拍开他的手让谢顾别碰他 看着凡度吃扁谢顾更来劲了搂着凡度的脖子 碰一下怎么了 咱们以后可是同居的亲密关系了 不要害羞 随后又想到了什么邪魅一笑 心扶着凡度的胸膛 你可要早点习惯 毕竟咱们以后教室不见宿舍见的 倒是把凡度气笑了 手顺势向谢顾哭腰触摸去 谢顾直接一个机灵 结结巴巴的问道 你摸哪里呢你 然而不自知的笑霸 我发现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操场上凡度看着松垮垮的军训服 直吐槽这衣服也太不合身了 下一秒就看见谢顾哈欠连天地走过来 你的衣服怎么这么合身 谢顾告诉他我这高一的 自己动手改了改 凡度满脸不可置信 他这么不着调 居然还有这种本事 但这小心死小眼神被谢顾一眼就看穿了 你什么眼神啊你 这种DIY不是小意思 老子会得多得很 说出来吓死你 我还会纹身 刚说完就一时不对劲慌忙捂上嘴 我去 差点把坚持说漏嘴了 可不能让这家伙抓住一点点对付我的把笔 一旁的反度满脑袋问号 他也和U235一样会纹身吗 没来得及细想就被教官的声音打断了 教官在一顿自我介绍后开始了第一项训练 全体都有 跑步准备 二十圈 人群里议论纷纷 跑二十圈我会死的 却听教官脸上带笑到你们不跑就在太阳下站着 今天的午饭谁也别想吃 话音刚落谢顾一马当先举手报告 教官拧着眉 你有什么问题 出列 谢顾就是为民请命来了 报告教官 二十圈太多了 我们班有很多欧妹的 他们很柔弱 跑不下来二十圈 教官轻轻一笑你真是好样的 下一秒就立声道你跑四十圈 全班就不用跑了 这次队伍里又传来一声报告 我认为谢顾同学没有说错 一旁的谢顾直呼卧槽 凡度吃错药了 居然帮我说话 结果就是两个一起跑四十圈 谢顾不解 老子是为了全班欧妹的 你飞出来装什么差 凡度回头不正经的就是一句我为了你 随后就大不留心的往前跑去 还附上一句小的美 本来已经亮枪的谢顾一听来劲了 你耍我 有病啊 随后快步赶超凡度 回头还对着凡度做着鬼脸 你就跟在爷屁股后面吃屁吧 好好地跑不让两人莫名变成了赛跑 跑到第三十圈的时候 谢顾已经气喘吁吁了 本来教官以为他们最多十来圈的时候就会求饶 没想到这两个臭小子还挺有毅力坚持到现在 此时谢顾的脚下像灌了签实在挪不动了 双手扶在膝盖上勉强支撑着身体大口大口喘着气 凡度回头看了一眼 谢顾还以为凡度想看他笑话 靠 想看 老子 笑话 凡度也累得实在说不出话了 只能朝谢顾伸出手 一时间还把谢顾整猛了 凡度刚想收回手 不乐意就算了 下一秒手就被谢顾握上了 两人手紧紧握在一起 肩并肩一起向前跑 教官站在原地嘴上露出一抹笑 不错 这两个臭小子虽然是刺耳头 但是难得有血性 便告诉两人跑完这圈就行 结束的一瞬间谢顾失去了支撑 直接栽倒在操场上 但由于两人还握着手 凡度也被带着倒下去了 动中的的压在谢顾胸膛 卧槽 磨 杀呀 快起来你 凡度也没有半点力气 没劲了 起不来 微热的气息直扑谢顾的脖梗 惹得谢顾满脸潮红 下一秒就哈哈大笑起来 靠 哈哈哈哈 我们两个神经病 可能是傻笑会传染 凡度也跟着笑起来 谢顾盯着他 静在咫尺的脸忽然道 我发现 你笑起来 还挺好看 绝霸和笑霸间接接吻 被罚四十圈后 谢顾因身体失去支撑 栽倒在操场上 因两人手拉着手 凡度也被拉着一起倒下 谢顾看着怀里 跟着自己傻笑的凡度 没来由的就是一句 我发现你笑起来 还挺好看的 静在咫尺的凡度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透了整张脸 谢顾也突然发现 气氛有点不对 迅速转移话题 当然了 没老子好看 凡度边起身边打去到时 你猫型最好看 身后的谢顾还在坐腰 哼 你承认就好 速扶震起来小肚子 凡度虽然脸上 一脸嫌弃的说着滚 但架不住撒娇的猫猫啊 扶我起来嘛 同桌 同桌桌 刚刚还牵人家手艺气 跑步的好同桌桌 凡度汗言 无奈只能伸出手 让谢顾快闭嘴 憨疲笑八计谋得逞卖着乖 嘿嘿 这个点食堂肯定没饭吃了 我带你去吃别的 宿舍楼后凡度看着高强一脸猛逼 就听谢顾道 你应该会翻墙吧 不拖泥带水的爬上墙头 就是凡度的回答 还臭屁的附上一句 这有什么不会的 谢顾直呼这人翻的墙 还这么装插 立刻不服输的就让谢顾边上去 他给凡度表演一个更装 呸 更高级的 墙头的凡度兴致勃勃的 往旁边挪了挪 谢顾一跃而起 抓住一根树干荡了荡 随后稳稳落地 嘚瑟的双手插腰问道怎么样 虽然凡度心里想着 真不愧是宁猫 嘴上却还是不吃亏的 说着凑合吧 呼听身后传来声音 是谁 谁又翻墙 谢顾眼急手快一把 抓住凡度的手腕 喊着快走 一家水饺店门口 谢顾单手插腰 兴奋的说着就是这里了 随后熟络的喊着一 给我来一斤酸菜饺子 然后问凡度吃什么 凡度作为富家少爷 根本没来过这种地方 思虑两久到 给我来十个芹菜牛肉的吧 谢顾扭过头解释到 没有十个 只有一斤两斤 凡度再次震惊 一斤水饺 吃得完吗 谢顾一边扒拉着大蒜 一边比到一斤 也没几个号吧 一个大男人一斤都吃不了 片刻后水饺上桌 谢顾迫不及待的 就想让凡度尝尝好吃不 凡度只是刚将一个水饺 塞进嘴里 就听一旁的谢顾 一个劲的猛夸 是不是比你吃过的都好吃 二姨的饺子 我跟你讲那真是绝了 却被凡度的一句话 我一般都吃速冻饺子 说得有点心疼凡度了 他看着跟个大少爷 似的怎么日子过得 像个小可怜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就问凡度是哪里人 该怎么说呢 算不上哪的人 此话一出谢顾 就更想照顾凡度了 那以后就算是海城的人了 来碰一个 以后哥照着你 凡度嘴上说着幼稚 还是夹起一颗饺子 和谢顾碰了碰 吃得差不多了 凡度一个不小心 筷子掉在了地上 刚想喊二姨帮忙换个 就听谢顾道麻烦二姨干嘛 你就剩一个饺子了 用我筷子吧 见凡度没反应 谢顾直接夹起饺子 往凡度嘴里塞 发什么呆 爷亲自为你 可是殊荣好不好 快吃 凡度又是一阵 谢顾的筷子上 有一股淡淡的海盐味 是谢顾性稀素的味道 很清新 但随即又反应过来不是 这不就等于间接接吻了吗 学霸和孝霸感情升温 孝霸用自己的筷子 为学霸吃饺子 片刻学霸才反应过来 这算是间接接吻了 憨批谢顾不以为然 不就给你用了下午的筷子吗 咱俩都是这有什么的 难不成你有洁癖 凡度直接无语 他不是还没分化吗 综化成欧也是有可能的 随后无奈起身便打算去结账 座位上的谢顾慌忙 白手告诉凡度不用了 他已经转给二姨了 就是对于那句走吧 上课去凡度有些疑惑 当然了 上午军训下午上课 晚上还有晚自习呢 你以为其中的军训很好糊弄吗 教室里提尾就凑过来 八卦的问着谢哥你没事吧 谢顾一脸嘚瑟 你也太小看歌了吧 不就是四十圈吗 我是谁 听得提尾一脸崇拜 立马吹起彩虹屁 牛逼 不愧是谢哥 随后问谢顾饿不饿 说他给谢顾留了面包 却听谢顾说他已经吃过了 热心提尾就转过头 说到那我给你同桌 谢顾的一句 我俩一起吃的 直接让提尾直呼卧槽 他俩关系啥时候那么好了 之前不是还相爱相杀的吗 英语课上凡度看着手机发呆 谢顾刚刚帮他掏了饭钱 他想还给谢顾 但身上又没有现金 虽然觉得尴尬 但也只能加谢顾微信了 回头却看见谢顾趴在桌子上 又睡着了只能等谢顾醒了 结果一整天下来 都没能加上谢顾的微信 夏克林刚想凡度刚开口 谢顾就猛的坐起 激动的要去厕所放水 快上课时 谢顾才吹着口哨悠哉的回来 结果凡度刚开口 谢顾趴在桌子上又开始睡觉了 好不容易最后一堂课 结束了谢顾又激动的跑去干饭了 提尾看着一脸黑线的凡度心里直打鼓 学霸今天下午一直盯着谢哥呀 而此时的凡度只觉得无语 谢顾来学校到底是干嘛的 简直浪费学费 食堂里提尾告诉谢顾凡度 一下午都在看他 谢顾不以为然 我这么帅看我那不是很正常 下一秒提尾就看见凡度出现在视线内 而且那么多空位凡度都没做 谢顾一下就领悟了 不会是在找我吧 随即挥着手告诉凡度在这 看着凡度满满当当快意出来的 范谢顾直吐槽 你搞这么满不怕烫到手啊 然后下意识就趴在凡度碗边吸溜了一口 完事才反应过来我去 我这条件反射 不是故意的 凡度只能沉默 瞬间气氛一顿胶着 卧槽 我以为学霸会把面碗扣在你脑袋上 谢顾表示我他娘的也没想到啊 一旁的凡度则淡定自若地吃着面 感觉到什么回头看了一眼 谢顾满是疑惑 谢顾心虚的只能告诉他没事吃你的 随后体尾隔着屏幕又是一顿八卦 不对劲 真的不对劲 你们俩奇奇怪怪的是不是好上了 谢顾立马反驳 我俩那是猛的之间的唇友谊 别说是喝他一口面汤 老子就是冲上去吸溜他那也是纯洁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谢顾心里也拿捏不准他和凡度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 甚至记不清两人是因为什么杠上的了 但觉得今天操场那个事 凡度这人也不算差 想不出啥 这边凡度夹起一块牛肉 自然的就放进谢顾餐盘里 整得谢顾一脸猛 我只是不想欠你人情 一句话给谢顾整得更猛了 凡度却告诉他中午那顿饺子 我们家 话又没说完就被谢顾打断了 不就喂你吃了的饺子吗 那么客气干嘛 听得对面体尾直接瞳孔地震 什么我们家 什么喂饺子 他 他们进展得这么快吗 瞬间就恼不出了一出大戏 两人共同的家里谢顾娇羞地坐在凡度腿上 吃的饺子还要老子喂 而凡度则是色气地骂撒着谢顾的下巴 我不想用筷子吃 一顿脑补后体尾时序地说着自己吃完了就离开了 对不起打扰了你们继续 什么报酬还要回宿舍结算了 谢顾和凡度相处了一段时间都知道上晚自习了 连老师都要感叹声不错呀 不过十分钟谢顾就不耐烦了 我认识这卷子 但这卷子不认识我呀 瞥了一眼身旁的凡度想来只能求助学霸了 同桌 作业好难哦 凡度直接无视 谢顾不死心又戳了戳凡度的胳膊 凡度一脸不耐烦 你凡度 话还没说完转头看见谢顾一脸乖巧 帮帮人家骂 晚上我变成猫让你摸 学霸一脸刚正不饿到自己血 谢顾更加卖力地用尾巴诱惑凡度 明明耳朵都红了还嘴硬 随后更是开出爪爪 肚皮 尾巴都随便摸得诱人条件 凡度被聊得猛地站起 全身燥热不止像是一杆气 提前来了似的大口大口呼着气 凡度 老师的声音适时响起 凡度只能瞎编乱造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老师 对于如此敏而好学的同学老师自然是乐意致志 但结果一看是张物理卷子 凡度 老师我是教语文的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给老师整个还挺尴尬 凡度又是灵机一动 抱歉 我以为老师博文强势物理题也一定没问题的 忽略了树叶有专攻 瞬间化险为一彩虹屁 还给语文老师拍高兴了 你能不能老实点 地旁的谢顾满脸得意看着好戏 喵喵叫着猫猫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生活不易凡度叹气 这家伙太能闹腾了 要是不答应他肯定要被他缠一晚上 只能让谢顾把卷子给他 但凡度还是小瞧他了 那可是一书包的各颗作业啊 但没关系 帐先记下了 晚上回去慢慢让谢顾偿还 这边的谢顾有学霸帮忙写作业轻松地画起了画 回头想看看同桌有没有偷懒 却发现此刻的凡度格外吸引人眼球 不自觉地就在纸上画起了凡度的人像画 终于熬到放学体尾一个剑步路过 吓得凡度下意识地就捂住画 我 我不就画了画凡度吗 怎么搞得像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 心脏也跟着蓬蓬狂跳 透瞄一眼旁边的凡度好像也结束了战斗 凡度恰巧抬头两人四目相对 你老看我干什么 一句话问得谢顾鬼使神差地抵着凡度的眉心 看你好看没 你不要总是皱着眉啊 闭脸的花痴响 你要不好看能勾的本大师给你画了扶人像画吗 调整好心态后又猛柔凡度的头发 小小年纪哪来那么多愁 凡度一整个拒绝的大动作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心没肺的 随后整理着凌乱的头发将作业递给谢顾 谢顾立马一脸殷勤 辛苦了 我给你捏捏肩 恶魔之手刚伸过去就被凡度一把抓住 奴役我很开心吧同桌 谢顾立马狡辩 怎么能说是奴役呢 分明是同桌间有爱的互帮互助 要不我请你吃宵夜犒劳你 凡度哪稀罕这些 随即凑进谢顾轻捏起耳朵 谢顾该结算报仇了 回宿舍 学霸和校霸坦诚相见 下课后凡度迫不及待就拉着谢顾回寝室索取报仇 谢顾一边挣扎一边狡辩我刚刚百米冲刺离开教室 是想赶快回去洗澡 身后宿管阿姨声音事事响起 今天宿舍去停水每间宿舍限额 要洗澡就挤一挤 别洗到一半就没水了 两人同时犹如五雷轰顶 傻 那我不就要和那家伙坦诚相待了 凡度一脸嫌弃先发之人 我不洗澡了 酷爱在澡堂里交流感情的东北人立马就不答应了 这有什么的 你有的我有我有的你也有一期洗能怎么了 从未去过北方大澡堂的南方人表示咱俩没熟到那份上 洗完不就熟了吗 我有搓澡精 还能帮你搓灰 保准搓得你欲罢不能 谢顾说着就推着凡度朝寝室走去 这张床归老子了 凡度放下书包拿起手机回过头 却发现谢顾已经将自己上半身扒得差不多了 看样子下一步正打算扒下半身 气氛一顿胶着 谢顾也注意到了凡度手上的手机 还以为凡度偷拍他换衣服 凡度一脸无语 我没偷拍 谁有那兴趣看你那二两肌肉 瞬间激起谢顾的胜负欲 指着自己的公二头肌就让凡度好好看看 我这是二两肌肉吗 这两斤都不止八 凡度脸上竟是懒得理你 挥着手就让谢顾走开 他要收拾东西 谢顾脑子一热意把将凡度推倒在床上 你凭什么瞧不起我 我就不信你有 结果一看人家还真有 不仅有还练得很漂亮 身下的凡度红着脸颊娇羞的说着别摸了 谢顾这才反应过来慌忙起身 你以为我吸的摸呀 凡度只能无力吐槽一具小色猫 一顿打闹后两人终时坦诚相见 浴室里谢顾唱着歌喜的正头录 被凡度推开的浴室门直呼脸上 吓得手上的香皂都掉了 此时那妻子是尴尬两个字可以形容的 主要是撅着定在一个F面前 剪肥皂那不就等于上赶着那啥吗 一旁的凡度心无旁骛 还热心提醒谢顾的肥皂掉了 谢顾只想说一句就你有嘴 我当然知道 你非得让我尴尬是吗 但嘴上还是心虚且刻刻气气的说着 要不你帮我剪一下呗 就在你脚边 凡度想也没想就弯腰捡起了香皂 倒是惹得谢顾脸蛋子都红透了 只能撇过头说着蒸汽薰德 结果刚伸手去抓肥皂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发生 好家伙 没开二度 这次怎么办啊 想来凡度应该也不会再帮他剪了吧 如果有什么比撅着定在F面前剪香皂 更尴尬的那一定是刚剪起的香皂又掉了 谢顾直接没开二度 而且这次凡度应该不会再帮他剪了吧 想到这里谢顾不自觉地加紧了某处 然后快速蹲下剪起肥皂 看得凡度还以为他老年怕金森呢 场面一度尴尬 气氛诡异到谢顾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但正所谓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谢顾干咳着憋憋扭扭地问凡度要不要搓澡 随后忽略凡度的拒绝伸出蠢蠢欲动的魔爪就要给凡度搓澡 伴随着凡度的一声尖叫声一阵刺痛感席卷而来 身后的谢顾愈加猖狂 叫啊 你在叫啊 今天就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还夹杂着阵阵甚人的吟笑 不过片刻后凡度就真香了 好了 转过来 帮你搓正面 此话一出凡度都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 但看着谢顾满脸真诚且使劲扒拉自己的架势凡度 才意识自己还是小看谢顾这个憨批了 此等情况下不起反应才不正常好吧 洗完澡后凡度安详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 化身为猫形的谢顾嘀嘀咕咕地靠近凡度 真是的 老子给他服务了那么半天也不说声谢谢还用眼神吓我 笑话 真以为老子会怕吗 随即轻松一跃跳上凡度的床 撒娇地在凡度搏梗出蹭了蹭 同桌 撸猫吗 凡度无奈起身还以为他又要耍什么花招 结果谢顾只是兑现承诺 今天不是说好了你帮我写作业我让你撸吗 我一向说话算数 于毕凡度理智瞬间断掉 这对毛绒控来说是何等的诱惑了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说着就将猫猫按在床上一顿猛吸 惹得身下的谢顾还怪不好意思 试图推开凡度让他轻点 但谢顾刚洗过澡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沐浴露的味道 还夹杂了淡淡的海盐味 柔软的毛皮蓬丰润滑 小赌肚也推谈推谈的凡度反而吸得更凶了 猫猫满脸嫌弃 就算是吸猫也讲点舞的好不好 你不要把口水弄到我的毛上 那是另外的价钱 不过下一秒就被凡度的小鱼竿动摇了 还要猫罐头 还要吃冻干 还有猫条 还有还有山羊奶布丁 猫草也要 谢顾唧里呱啦的又补了一大堆 凡度都照单全买 弄得谢顾倒是不好意思了 来来来 我让你舒服舒服 说着猫猫就跳下床 随即让凡度躺下 凡度也挺纳闷了 新猫为什么要躺下呀 但还是乖乖躺好 下一秒猫猫就咬着凡度的衣服下摆 吓凡度一跳 而那句你自己把睡衣撩上去吧 等一下你别叫太大声哦 更是吓得凡度狼去一阵 咱这是正经猫猫按摩 别叫太大声影响不好 谢顾化成猫行 让凡度自己撩起衣服 却只是帮凡度做按摩 柔软的毛划过皮肤 养的凡度发出阵阵闷哼 干啥呢 别叫太大声 咱这是正经的猫猫按摩 注意影响好不好 说完谢顾按得更卖力了 身下的凡度被教育了一顿 只能努力憋笑 颤抖的腹肌不禁让猫猫又开始吐槽 干啥你 有啥好笑的 别笑了影响我干活了 此话一出 本来就养得不行的凡度 直接仰头大笑 就传来凡度的声音 谢顾 加个微信吧 看着凡度的网民谢顾 只感叹着人微信名还挺文艺 这边的凡度也松了口气 终于加上微信了 总算能把钱转给他了 却被谢顾当成了嫖子 气得直接一枕头飞过去 老子才不是那种 给钱就能乱摸的猫 何况才这么点钱 凡度被打得有些猛 你不是吗 随后躺下翻看着谢顾的朋友圈 朋友圈里几乎都是纹身的图片 而他的网络男友U235 恰巧也会纹身 不禁让凡度联想到 两人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这种想法一冒出来 就让凡度感觉一阵恶寒 正强迫自己睡觉 把大晚上别瞎想了 就收到一条信息 睡了吗 男朋友 随即对方告诉凡度 他有一个重大发现 那边犹豫了半天 磨磨蹭蹭地发来一个 甘大的表情 告诉凡度 我发现我同桌人不错 瞬间凡度就意识到 自己这是有情敌了 你之前不是说 你同桌是傻叉吗 U235告诉他 之前确实很傻叉 但是最近 看着还蛮顺眼的 这边的谢顾 也抱着手机一顿猛敲键盘 凡度继续追问 你同桌帅吗 看着屏幕上发来的N 挺帅的凡度 立刻整个人都不好了 醋溜溜地发过去一句 你不许看他 殊不知 却是自己在吃自己的醋 两人共处一室 各自抱着手机 凡度醋坛子乱飞 还算U235 有点良心感觉到 U238吃醋了 立马就开始哄人 哎呀 那个什么 他 没你帅 我男朋友最帅了 乐得凡度直咬尾巴 下一秒看着 那不长不短的信息里的 那句录我的时候 一点也不客气那么使劲 凡度整个人 就又瞬间僵住了 气得直垂床 隔壁床铺的谢顾一脸无语 大晚上的你有病啊 砸什么床 这边的凡度 根本没顾得上谢顾说了什么 噼里啪啦就是一堆问题 他撸你了 他碰你哪里了 他凭什么撸你 那边U235告诉凡度 也没摸哪里 就是耳朵呀 尾巴呀 肚皮呀 发送过去后 大晚上你去哪啊 凡度还沉浸在 极度网络男友同桌的情绪里 回过头没好气的 就是一句与你无关 说话就说话 你脱衣服干嘛 凡度被自己气得 只想离家出走 谢顾是又担心又担心 主要是这边网络男友 还没哄好的凡度 又在那边添乱 不过最终还是优先于 自己的网络男友 告诉U238 自己是化成兽型给同桌录的 而且自以为的谢顾觉得 他同桌也跟他性别一样 所以他俩绝对也只能是纯友情 看那边U238松了口 谢顾这才起身去寻找凡度 临开门时又是一顿 U238是小欧吧 嗯 对 我记得他说过自己是欧来着 实则一整个记错的大动作 门外的凡度抱着手机脸上 也露出了笑容 我记得你上次也说过 你同桌是傻叉来着 这么久了 你不会和你同桌 有什么奇怪的发展吧 哈哈 你俩吃起自己醋来 骂起自己来还真是不心忍 在凡度的幻想中 U235是个容易被人欺负 性格可爱又爱吃醋的 青春可爱型小妹的 正美着呢 就听到身后谢顾的声音响起 可算找到你了 大晚上的不睡觉 你在这装什么深沉呢 随后上前抓着凡度的胳膊 就准备回宿舍 倒是给凡度整得挺意外挺感动 没想到他还特意出来找我 走廊上凡度突然问谢顾关门了吗 毕竟他没带钥匙 这个嘛 门谢顾倒是关了 就是也没带钥匙罢了 尽好凡度机灵 建议两人去找宿管拿钥匙 但命运有时候就是爱捉弄猫猫和小狼仔 宿管凑巧送一个泛滥伟严的同学去医院了 这怎么办 咱们宿舍是单人床 我可不想和别的同学挤着睡 可怜的猫猫要变成流浪猫了 毕竟的烦度也很是愧疚 都是为了找我谢顾才会被连累 随后一正言辞地告诉谢顾 有我在不会让你当流浪猫的 走 我们去天台 可把谢顾吓一跳 干啥 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善了 没想到你居然记着从前的过节 居然要拉着我跳楼 烦度也顾不上解释 拉着谢顾就准备去天台 猫猫很惜命 猫猫拼命挣扎 我不去 你放开我 烦度无奈只能解释宿舍天台上 被人放了一张跳高垫子能躺一躺 猫猫这才松了口气 天台上的风景很好看 但都不如会开锁的学霸厉害 烦度 你是 你是人吗 你听听你听听 这多让人误会 学霸只能扔下一句懒得理你 睡了 谢顾见状也爬上垫子 结果被晚风吹得在垫子上翻来覆去 晚上还是有点冷啊 见烦度没回话谢顾又轻轻叫了一声铜桌 烦度被烦得直接一个翻身 身后的谢顾不依不饶戳了戳烦度的后背 无奈烦度只能回头 却看见面前的猫猫可怜巴巴的说着睡不着 我冷 顿时一股愧疚又涌上心头 谁让猫谢顾也是被自己连累的呢 但是咱这脱衣服是什么操作 舍身取一舍命香就舍 这边的谢顾吓得慌忙阻止 一张口就是连着惊呼三声卧槽 你怎么把衣服全脱了 有时候一个人脱衣服并不是为了干羞羞的事情 比如烦度脱掉衣服是为了好变成兽型 让谢顾靠过来帮谢顾挡风 但憨批谢顾奇怪的关注点却在于你是狗啊 你愁愁把人学霸给气的 想来就算给谢顾解释了 反正以他的智商也理解不了 只能又用一句我睡了打合 既然你这么邀请我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猛地扑过来 烦度一个没忍住 直接一声响彻天际的狼嚎 让你变成猫靠着我不是人形 瞬间楼下抱怨的声音刺起 噗噗噗 大晚上的不睡觉再乱叫什么 有点功德心形不行 一旁的谢顾化成猫形 还顺势倒打一耙 就是就是 吼什么 生活不易学霸叹气 片刻后谢顾找了个最舒服的地方窝了上去 只是没一会儿就被烦度一个翻身摔下来了 气得猫猫四肢胡乱扑腾着 你怎么这么讨厌 在你身上啪一下就不行了 小气 越说还越委屈 我是沙漠动物 天生就怕冷不行了 烦度无奈用爪子戳了戳猫猫 随后将猫猫拱在自己怀里 将毛茸茸的尾巴像被子一样覆盖上去 这样行了吧 猫猫这才停止了闹腾舒服的窝在苍狼怀里 哼 这还差不多 谢顾一夜好眠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猫变成了人睁开眼睛 差点嘴唇撞上苍狼的鼻子 哭 好险 下一秒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抵着自己 是烦度的 真是的 只能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磨动着身体 烦度不耐烦的睁开眼睛 你别乱动 这个姿势有点诡异 某个东西条件反射的蹭着赤骨骨的蟹骨 吓得蟹骨一把将烦度推开 你快起来你 蟹骨刚起身就听见门口传来打小报告的声音 宿管老师 昨晚有人一直在顶楼鬼吼鬼叫的吵得我们都没睡好 宿管阿姨很是笃定 不可能啊 顶楼锁着 结果一看暗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撬开了 而眼前还站着一人一苍狼 宿管随即就是河东是吼 好啊 我就一晚上不在你们两个就趁机溜到顶楼 还敢撬锁 看没看宿舍规定 禁止变换受刑 一大早上就闹得整个宿舍鸡飞狗跳 你们两反了天了 大难临头当然是各自飞 两人互相指着对方一口同声 都是他 随后开始脑电波交流 喂喂 我可是出来找你的 烦度表示所以昨晚我不是用取暖废底了吗 但还是将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虽然阐述的也都是事实 再加上一顿深刻的口头反思 宿管阿姨看着可怜巴巴态度 诚恳的烦度也没好意思再责怪 只是简单的进行了一番口头教育 闭旁的谢顾看着烦度正义之势的侧脸 心里对烦度又改观了不少 没想到他这个人还挺讲义气的吗 讨厌狗都是有原因的 教官拿着指令声让学生们站直 只要有一个人的指导到地上就加训 巡视到第一个人的时候脸上竟是满意 此人的第二物种是鸡 昂首挺胸这种事情对于鸡来说简直so easy 放眼望去就不淡定了 人群中弯腰驼背的谢顾很是突出 教官上前二话不说就是一掌 你是猫吗 拱着背向什么样子 谢顾无辜 我就是猫啊 但即便如此 大家还是没能躲过一起加训半小时的命运 俗话说想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刚刚就是因为他加训了半小时怎么又来 热心烦度一马当先 报告 一旁的谢顾满脸感动 好同桌 我就知道你账 毕自硬生生的被烦度的那句我申请单独训练谢顾躲回去 谢顾从感动到愤怒也就一秒钟的时间 他仗 仗一个屁 还趁火打劫 教官倒是觉得方法行得通 便把谢顾交给了烦度 中午吃饭前教会他君资和正不走 冤种同学们这才得到休息的机会 这边单独家训的谢顾气喘吁吁 你知道吗 猫讨厌狗都是有原因的 烦度云淡风轻的回了一句你还有脸说 就开始给谢顾示范正不走 正不走你总会了吧 谢顾一脸自恋 哼 这有什么难的 结果动起来全身上下除了僵硬还是僵硬 你插秧呢 把背挺直走 稍微放松一点 刚刚同手同脚吧 对于谢顾来说这个鬼正不简直是为折磨他们猫刻设计的 想着烦度这会儿肯定在心里偷笑觉得他很弱吧 就听烦度倒没关系 多练练就会了 随后还轻轻扶着谢顾的背手把手的交 你再走一遍 如果你开始功倍我会失利纠正你 简单的一句话让谢顾觉得很满心 烦度居然没有趁机嘲笑他 倒是让谢顾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多干小时候两人纷纷泪倒在地 教官也大发善心的让他们去吃饭 谢顾觉得是自己拖慢了进度 想来这会儿食堂也没有饭了便邀请教官一起去吃饺子 教官满脸不可置信还有点小感动 这两小子 我还以为我对他们严格他们会怕我 还是二一水饺店 谢顾和烦度并排坐着 教官坐在对面 教官 你的胳膊上 谢顾一听是出任务实受的伤满脸崇拜 太酷了 可现实生活中的任务并不是像电视剧里的特种兵那样的 大多是抢险救灾之类的 对于教官来说这点小伤不值一提 他的战友在地震救灾中失去了手指 听得谢顾又满是愧疚连忙道歉 随即就保证自己好好学军资走正度 烦度也在一旁打起保证 教官你放心 他我负责了 对此教官倒是表示军训成果展示的时候 烦度只要能让谢顾别在队伍里拉垮得太明显就好 放心吧教官 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烦度吗 怀里的烦度一脸无语 他到底哪来的自信对我那么自信啊 请问所谓的肌肉记忆是这样的吗 经过烦度的特训一周后 谢顾的正步走的那是有模有样 教官忍不住都想夸两句 随后问烦度是怎么帮谢顾特训的 看我们谢笑霸这反应 想必这一周日子没好过吧 身旁的烦度则是轻轻一笑表示没什么 只是帮助谢顾加强肌肉记忆霸 此话一出身后的题为 感觉自己好像知道了什么惊天大秘密 脑海里立马就是各种歪歪 比如学霸拿着鞭子鞭打笑霸 笑霸一个生气抓着西装革履的学霸 表示抗议要劳逸结合 学霸又霸气猛攻 用鞭子轻拍笑霸的脸颊 用磁性且充满诱惑力的声音 说着如果你的大脑没用 就用肌肉给我记住正确姿势 只能说TV你是懂歪歪的 我怀疑你在演我课C品 而比TV脑洞更牛的是我们笑霸的才艺 军训了一周教官也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于是决定放松放松 询问有没有人自告奋勇表演节目 谢故意听一马当先 随后蹲坐在地上面前放着几根粉笔 还很谦虚地说道挨压 我也没啥才艺 就给大家表演个八卦球语吧 我真想冲进去给你两下子 这叫没什么才艺 重要的是他就在地上画了画 随后冲着天空就是一声喵喵如律令 雨来 天空顿时就微声轰鸣 片刻后就下起了雨 无奈教官只能让大家解散 解散后猫猫跟在凡肚屁股后边就是一顿球夸 咋样同桌 我是不是特牛叉 老实讲 你现在对我是不是佩服的不要不要的 前面的凡肚文声加速逃离现场 毕竟有句老话叫什么来着 物以类聚 他可不想和傻子类聚 但对傻子的关心却丝毫不浅 午休时间凡肚看着趴在桌子上的谢故 就感觉不对劲 从军训中断后他就一直趴着 刻间也一动不动 靠近一看谢故脸颊微红额头发烫 谢故 凡肚轻拍谢故的胳膊喊着他的名字 谢故这才勉强睁开眼睛 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 同桌 好难受 这边凡肚已经脱下了自己衣服半蹲在旁边 上岸 我带你去笑医室 随后还体贴地将衣服披在谢故身上 一路上剑步如飞 幸好没什么事吃了要睡一觉就能退烧 身旁的凡肚松了口气表达着感谢和歉意 耽误您吃饭了 您快去吧 我照顾他就行 临走前笑医还特意嘱咐凡肚让他们把湿衣服换了 但问题在于谢故迷迷糊糊的这衣服 凡肚是给他换还是不换 真是让学霸头疼 借故烧得迷迷糊糊的看到凡肚在脱胎衣服 嘴里还时不时发出啵啵声 吓得谢故赶忙攥紧自己的衣服 结结巴巴的问凡肚在干嘛呢 正好你醒了 诺 干净衣服你自己换 上次谢故和凡肚洗澡的时候 就发现凡肚身上有好多不明显的陈年伤疤 办理说小孩子磕磕碰碰长大 身上多少会有几道伤疤 但是凡肚受伤的频率太大了 让谢故有些在意 凡肚也感受到了来自身后灼热的目光 轻撇破头问谢故你一直偷看我干嘛 谢故当场被抓包张口就来 什么偷看 我是理直气壮的看你身上怎么那么多疤呀 给凡肚整蒙圈了 这家伙还真是随心所欲 想什么毫无顾忌的问什么 嘴上却说着你管得着吗 谢故气鼓鼓的只能说着哼 不说拉倒 随后静止走向笑医室的床 这才好意思问凡肚刚刚要不不 她是怎么回事 身后的凡肚又气又觉得好笑 是不 第 二 嗯 谁要亲你 我是在被明天要考的单词 哈哈哈哈 猫猫听得差点想找地缝钻进去 只能困顿 行了行了 知道学霸你有多用功了 病人需要安静 随后拽着被子只露出一个头 可怜巴巴唯唯曲曲的撒娇 我都发烧了你还凶我 要不说你有对象吗 能去能深还能撒娇 还得凡肚整自闭了 刚刚我的态度太冰冷了 这样对待病号是不太好 思虑了良久吞吞吐吐的说着我爸 看上去好像家庭状况 挺难以欺齿的样子 谢顾赶忙打圆场 我懂 家庭情况复杂的话 确实难以开口 然后又将自己窝在被子里 我没什么事了 你回去上课吧 学霸一脸大意凛然 发刀烧了还没事 你睡吧 今天下午我陪着你 下午放学谢顾终于退烧了 笑医简单地嘱咐 他别吃垃圾的暗示吃药 地旁的凡肚一脸心事重重 觉得自己丢人 中午那会干嘛要和谢顾提那两个字 甚至觉得是自己不够强大 竟然会有向别人诉说委屈的想法 越想越生自己的气扭头就走 身后的谢顾起身就追出去 今天凡肚冒雨送我过来 又陪了我一下午我还没说谢谢呢 大街上人来人往 转眼间凡肚就跑不见了 谢顾一个头两个大 当面和他说谢谢怎么这么难 突然眼前出现一个身影 只是简单的一句谢顾 我回来了 就好似有什么东西侵蚀着谢顾的四肢百骸 趁着红灯谢顾撒腿就跑 却跑进了一个胡同 那里还有早已等待在此的高天元等人 谢顾不管不顾咬牙就是死命跑 突然觉得身体又开始不舒服了 而且好像还有一股味道 好像在散发欧妹的的心习俗 谢顾被人围追堵截 碰巧又遇上了分化 最终还是落在了高天元手上 谢顾 你也有惊天啊 总算等到你分化的时候了 没想到还是欧妹的 谢顾被人按着动弹不得 只能愤愤地叫骂着在嘴上战战便宜 高天元文言揪起他的头发迫使他抬头 问他是不是就光长了一张嘴指挥说 随后起身抬脚使劲地往谢顾身上踹去 你继续说呀 今天我要让你尝尝他当年的痛苦 碰巧被闻到熟悉性稀素味道赶来的凡度一收眼底 看准时机一月而起对着高天元就是一脚 卧槽 哪个王八蛋 谢顾文声抬头望去才发现是凡度 同桌二字刚说出口 下一秒身旁的人也发出一声惨叫 你们傻愣着干什么 上啊 被高天元这么一吼众人才反应过来一股脑冲向凡度 不过凡度并没有因此占据下风 其中一人件事情有些不可控直接拿出了刀 伴随着一句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毫不留情的刺向凡度 还扬言要把凡度这张欠打的小白脸划烂 此话一出本来被钳制着的谢顾似乎充满了力量 撞开那人起身就加入了战斗 敢动我同桌 我就十倍奉还给高天元 这边凡度左勾拳右手棍 即便那人拿着刀也丝毫未能占到便宜 而这边的谢顾猛挥拳头嘴上不断呢喃着去死去死 好像失去了理智 谢顾 行了 可谢顾的动作却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凡度只能上前强行将其拉开 随后轻护着气安抚着谢顾 没事 没事了 谢顾这才惊醒 回头心疼地抚上凡度的脸颊 你受伤了 下一秒从背后就传来一阵刺痛 嘴里呢喃着 好热 好痛 心吸素的味道也变得越来越浓 凡度一下就意识到他这是在分化了 伴随着浓烈的心吸素的味道 凡度的理智也在慢慢动它 在浓烈心吸素的诱惑下凡度 失控地咬上谢顾的脖梗 直到谢顾疼地推开他凡度才反应过来 道歉 心吸素太浓了 我 刚刚失去了理智了 随后告诉谢顾这样下去不行 你再分化 你再变成一个Omega 谢顾有些难以接受 在他的认知里他早就把自己当成F 况且他堂堂一个笑霸怎么能是Omega呢 同时向口传来声音 怎么一股Omega的心吸素味啊 好萌 文言凡度一把将人搂进怀里 好在家里的意志贴用完了 我买了新的 你先贴上 随后就要被谢顾去医院 先离开这里是必然的 但谢顾坚持不去医院 无奈凡度只能将其带回家 被子上的味道好好闻 一句话瞬间让一旁凡度的脸颊犹如被火烧 他的意思是我的心吸素好闻吗 而谢顾因为这一顿折腾加上分化又开始发烧 即便是喝了药也依然难受 凡度才意识到谢顾这可能是假性发情 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被Alpha暂时标记 可作为有网络男友的凡度来说这无疑是出轨 倒是提醒了一旁的谢顾 男朋友 对 帮我 U238 凡度一听直接瞳孔地震 激动的抓着谢顾就开始确认 你说什么 你刚刚是说U238吗 谢顾还在持续猛圈 吓死我了 你被病人那么大声干嘛 我说啥了 对面的凡度依然很激动 你说U238 谢顾依然不明所以 对啊 我男朋友啊 怎么了 就听凡度阴沉着脸道 你不要告诉我你是U235 谢顾这才反应过来访问凡度 你怎么知道我是U235 难不成你是U238 好 很好 你俩终于相认了 但是对于这个结果 两人的反应倒是出其一致的难以接受 在凡度的幻想里 他的U235一定是娇花一样的小妹的 但如今却是个小混蛋 不 谢顾怎么能和我的U235相提并论 这边的谢顾也没好哪去 我一定是烧晕了 现在是在做噩梦 在他的幻想里 他的U238是神一样的存在 如今却变成了钻石便便 至于凭什么是便便 谢顾是这么解释的 你们犬科的天性不就是喜欢吃 幸亏凡度眼几手快将那个屎子堵回去了 重点是钻石好吧 勉强承认你还是有优点的 随后直接摊在床上 难受 双重打击 我要死了 虽说凡度也有些接受不了 但总不能放着谢顾不管吧 随机打开电脑就开始仔仔细细的研究 喂 知道我是U235之后 你就不管我了是吗 都玩上电脑了 凡度头也没抬解释到不是 我在检索怎样临时标记 看看片子 学习一下 绝霸为了帮谢顾度过假发情期 检索着学习资料 本来就难耐的谢顾听见 电脑里传来的声音脸更红了 你不是学霸吗 就不能拓展学习一下吗 你平常片的不看的吗 凡度无奈只能回头甩个眼刀 让谢顾安分一点 片刻后才合上电脑 毫无预兆地悄悄靠近谢顾 吓得谢顾一机灵慌忙后退 你不要乱来啊 我 没办法 随后在脑子里回想着重点 暂时标记的重点一 安抚 让对方放松精神 不要紧动着肌肉 放心 我尽量轻一点 说着又将谢顾整个搂进怀里 轻抚着其后背 难受的话可以靠着我 我会撑着你 谢顾趴在凡度的紧握处 轻声地回着恩 那什么 你来吧 心想这种时候凡度还挺靠谱的 凡度也同样身体燥热 不止红着脸颊呼着气 下嘴要轻 咬太重了的话会让对方疼痛 可以先用稳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待感受到谢顾稍微放松了 看准时机咬上谢顾的搏梗 但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差距的 谢顾依然疼得没忍住叫出了声 此时凡度也顾不上那么多 一把将谢顾压在身下 片刻后才慢慢松开谢顾的搏梗 都好了你还压着我干嘛 随即推开凡度就嫌弃对方技术破 凡度一边重新将人搂进怀里 蹭着谢顾的搏梗一边说着没经验 下次就好了 谢顾也像只乖巧的小猫窝在凡度的搏梗 标记以后感觉怪怪的 你错太近了 就是 就是有种奇怪的安心感和满足感 生活不易凡度叹气 你生理课到底怎么听的 这是标记后的本能反应 说着起身又摸了下谢顾的额头 不烧了 你呆着 我去买点东西 又给满脑子飞掉的笑巴吓一跳 买 买那个吗 不行 这进展得也太快了 虽然你是U238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是我同桌 我还没办法把你们俩 我的意思是说太冲击了 咱们这个暂时标记也是没办法裁 就是你你你 繁度满脸无奈 我去买一只贴和信息素消除喷雾 你明天想满身我的味道去上学吗 谢顾这才松了口气尴尬干笑了两声 我走了 你无聊可以先挽回我的电脑 作为Alpha繁度也没买过 Omega用的生理用品 光看也看不出哪个好 只能求助别的Omega 粉色那瓶 用起来特别好 随后还提醒繁度 住时期的话 还需要给Omega买干净的胖子 本来已经修到不行的繁度 一听脸都快滴血了 毕竟在特殊时期 Omega会分泌大量的那啥 繁度只能硬着头皮说着明白了 谢谢你 回到家还被憨批谢顾 又是一顿质疑 你买胖子干什么 繁度又秀又老实芭蕉 我买东西的时候 碰到了一位Omega 他说你特殊时期的时候 结果这边谢顾根本就没再听 而是结结巴巴的叫着繁度 我好像 就是怎么办了 繁度无奈 就是这样所以我才买了胖子啊 已去洗个澡吧 这是干净的衣服 谢顾拿着衣服 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跑进浴室 这边繁度回过神 却发现谢顾这家伙 忘记拿最重要的东西了 繁度将干净的衣服 递给谢顾让他去洗澡 结果回过神 发现谢顾那家伙 竟然忘记拿胖子了 只能敲着门告诉谢顾 他将胖子装进袋子 挂在门把手上了 里面顿时传来谢顾尴尬的声音 我 我知道了 倒是让繁度觉得很可爱 原来他也会害羞 随后因为房间里 性稀素的味道 过于浓烈繁度打开了窗 结果却听见窗外传来一阵声音 我擦 有没有武德 谁家开着窗座 那会儿全他奶奶的飘过来了 听得繁度又是一阵脸红 谁会和谢顾那种小混蛋做 让我跳楼都比和他在一起容易 此时恰巧浴室的门打开 谢顾穿着可爱的小黄鸭家居服 别扭地站在浴室门口 那一瞬间繁度禁止的谢顾 还挺有吸引力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临时标记造成的患事 只能打着马虎问谢顾饿了吗 干嘛 你要给我做 谢顾话还没说完 就被繁度一个激动用手捂着嘴底在墙上 什么做 你别瞎说 不可能 想都不要想 谢顾挣扎了半天繁度才松手 我说做饭 你在想什么呢 简直此地无音三百两了 繁度只能干渴着说他听差了 两个人鸡同鸭脚 酷批谢顾看繁度这个反应 还以为他回过神不满自己 是有二三五想不害自己 立刻弹开八百米 就是一整个拒绝的大动作 我不饿 但肚子还是老老实实地叫了起来 所以 吃米饭还是面条 谢顾依然警惕地瞪着繁度 繁度无奈插腰 行 那就我做什么你吃什么 片刻后一份咖喱饭上桌 谢顾先是秀了秀 还怪香的 但还是有些不安 一 一定要吃吗 你没往里面加什么奇怪的东西吧 繁度二话不说抓起勺子就强行投喂 吃 你敢浪费一粒米你试试 谢顾支吾吾地说着谋杀呀 结果下一秒就真香了 繁度一听一脸傲娇 谢顾想来夸他一句看把他没看 不行 不能让他这么嘚瑟 随即开始飙演技 嗯 有义武 吓得繁度慌忙让他快吐出来 结果就吐出一粒米 这可是你让我吐的 繁度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谢顾也不傻 气氛不妙 吃完快跑 结果刚转身就被繁度抓住了肩膀 我刚刚说过 敢浪费一粒米的话我就 谢顾拼死反抗 干 干啥 老子可没浪费 那就是义武 结果被繁度直接一个翻身趴在墙上 紧接着一个巴掌就毫不留情地拍在了谢顾屁股上 直到谢顾红着脸问你他娘的坐满了 别 别打了繁度才反应过来 你又 谢顾又气又恼 卧槽 你他娘的怎么能说出来 繁度红着脸硬着头皮说着没事 给你买的胖刺是特殊时期专用的 胃衣细腻面层 柔滑呵护少欧肌肤 0.06厘米 透气会呼吸 魔力快吸收 潮涌也不慌 延气淘淘味 少欧敢爆棚 说完蓝腰直接将谢顾抱起 你站都站不稳了 回床上休息吧 笑爸哪受得了这种侮辱 这什么鬼姿势 放老子下来 谁站不稳了 我可以 放开放开 繁度一边产生质一边放下谢顾 结果谢顾果真脚下一软 繁度顺手一扶 腰还挺细 笑爸只能举起小拳拳以示威胁 这个梗你还要玩几次啊 特殊时期的猫猫想贴着繁度 谢顾红着脸颊邀请繁度今晚一起睡 毕竟是他站了繁度的床 但正直的学霸表示 依依依依依一起睡像什么话 我去睡沙发你睡你的 谢顾还在坚持 要不我去睡沙发 又被繁度驳回了 你睡床吧 作为一对 这只是我应该做的 对于突然变成少数群体这一点 谢顾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甚至有些憋屈 只能告诉自己不想了睡觉 可几分钟过去了依然毫无睡意 气得谢顾直跳脚 烦死了 到处都是繁度信息素位 搞得我的线体火烧火了的 同时某处也有反应 此时谢顾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贴着繁度 随即又理智回落 呸 我想什么呢 谁要贴着繁度 而繁度这边耳边不断传来猫叫 还在吐槽着大晚上的 哪家的猫叫春呢 就意识到不对劲 自己家不就有一只大猫吗 谢顾 谢顾 繁度在门外叫了几声都无人应答 只能自己推开房门 却看见黑暗中一双双红色的眼睛 方圆八十里地的猫猫齐聚一堂 可还是没看见谢顾的身影 繁度打开灯又喊了几声 才听从床下传来一声小心翼翼的猫叫 俯身望去一只宁猫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 繁度脸上带笑感忙安慰 好了好了 门窗都关着呢 外面的野猫进不来 宁猫这才乖巧地趴在繁度手上 不怕呀 窗外的猫猫们还在喵呜喵呜地叫着示威 繁度回头恶狠狠地用嘴形说着一声滚 吓得猫猫们顿时落荒而逃 怀里的宁猫小心翼翼地询问 我能 可你睡吗 不行吗 繁度犹豫了片刻还是答应了 标记之后谢顾信息素对繁度更有影响力了 自己难耐怀里的宁猫却睡得呼噜呼噜 看来今晚学霸注定难眠啊 繁度只能无奈叹气 没良心的小魂球 你倒是睡得香 宁猫许是睡舒服了忽然一个翻身 繁度看着某处突然绷不住了 这里居然也有毛 次日清晨直到繁度做好了饭 谢顾依然还在睡觉 学霸想来算了 课书时期 反正还没到点 再让他睡会儿把便自己先去洗漱 抬头却看见谢顾的胖慈挂在眼前 故今又开始吐槽 这家伙的内裤真够花里胡哨的 就听门突然被打开 尿尿了尿尿了 吓得繁度慌忙将胖慈藏在身后 此刻的谢顾还迷迷糊糊 身后的繁度却格外的清醒 要是被谢顾看到我拿着这玩意儿 以他的脑回路绝对会误会 只能悄悄悄地将胖慈揣进兜里 结果误打误撞还带去了学校 凡度竟然会偷这个 大早上两人打得闹闹 凡度完全将胖慈的事情抛之脑后 直到教室里提尾请教凡度物理提 凡度嘴上说着好顺势坐下去 呼听手机响起 没事没事 你先接电话 结果在掏出手机的瞬间 一条花里胡哨的胖慈也随之掉在了地上 空气瞬间凝固 只有手机的声音吵得旁边睡觉的谢顾一脸不爽 好吵 你俩怎么了 愣着干嘛呢 凡度越是说着没什么谢顾越好奇 什么呀让我也看看 啊这 谁乱扔胖刺啊 看起来还有点眼熟 随即才反应过来是自己的 凡度 你他娘的居然偷老子的胖刺 那声音响亮的全班都听见 凡度只想找个地方 谢顾这棒锤这么大声干嘛 而谢顾还沉浸在自己胖刺被偷的愤怒中 你看我干嘛啥 胖刺小偷 说 你偷老子胖刺干什么 凡度实在无力招架 只能说自己拿错了 旁边一线和CP的提尾一下就抓住了重点 卧槽卧槽 好大的信息量 要么说是学霸呢 心理素质反应速度都稳的一批让谢顾跟他出去说 一根筋谢顾还以为他想逃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 你是不是想逃 真是知人知命不知心 没想到你这家伙这么无耻 居然 凡度也一脸苦哈哈 要不是早上谢顾突然闯进卫生间 他也不至于将胖刺揣进兜里啊 教授外凡度一把抓过谢顾的手将人抵在墙上 一只手捂着谢顾堆巴不停的小嘴 郭噪 这个举动简直闪下了吃瓜群众们的狗眼 卧槽 大早上的就这么劲爆的吗 而这边的谢顾则一阵腿软 怎么没人告诉我被暂时标记以后和标记方亲密接触居然会腿软 这太丢人了 恰巧主任的声音响起 你们两个 干什么呢 不上早自习在这闹猫呢 两位当事人一个正腿软一个不擅长说慌 只能结结巴巴的说着我们 主任只能询问吃瓜群众们 你们说 他们两个在干什么 结果吃瓜群众们那是一口同声且声音响亮 再轻轻 气得主任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只能纷纷的让两人跟他一起滚到办公室 简直无组织无纪律 小小年纪就明目张胆的在教室干这种事 你们是不是早恋了 樊杜老实巴交的解释 主任 不是的 刚刚我们是因为一点小事在争吵 可能那个角度让同学们误会了 主任也不是吃素的 争吵 争吵那个姿势 谢顾的脸还那么红 樊杜一脸认真 嗯 樊杜更坦荡了 主任你看 我们像早恋吗 主任一看谢顾这气势汹汹的样子 哪里像早恋了 倒像是要打起来了 那 那什么 校园内也禁止打架 回教室的路上谢顾依然叽叽喳喳的没完 樊杜你有病吧 扣老子黑锅 居然说老子扬巅峰 学霸心态逻辑思维稳的一批 难道你想写检查 还不是因为你在班里吵吵嚷嚷 才把教导主任招来了 谢顾持续炸毛 你放屁 要不是你突然把我推到墙上还捂住我嘴 别人会误会我们在轻轻吗 却见樊杜笑指着自己的嘴唇 那你要是觉得被占了便宜 我不反抗 让你轻回来 谢顾直接被气节扒了 我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面的樊杜一脸臭屁 他知道谢顾就是个只会扎虎的直老虎 这招绝对能让谢顾闭嘴 却忘了上头的笑把什么都敢做 双唇对上的时候 谢顾还不忘用眼神挑衅樊杜 谢顾脑子一热吻上樊杜的唇 松开后还不忘拍着樊杜的脸颊警告 我可不吃激将法 小狗狗 樊杜无语的只能说出一个女 心想这不是完全吃了激将法吗 立刻又反应过来不对 谁鸡她了 她怎么了 怎么真的亲上来了 歪脚出谢顾理智回落 都怪樊杜 我大脑一热就 就真的亲上去了 这种尴尬的氛围一直延续到上课 直到谢顾在身旁拱来拱去才缓解 同桌 好同桌 平时指高气昂的小魂球突然迈起萌来 还是让凡杜觉得十分可爱的 无奈只能问到干什么 只见谢顾招招手让她凑过来点 随后福尔告诉凡杜我想上厕所 快憋不住了 凡杜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想去就去 确见谢顾一脸的可怜巴巴满脸 写着陪我陪我 凡杜才反应过来 谢顾已经分化成我没等 她应该是还不习惯自己的身份 要去有妹子用的卫生间 会觉得甘大不好意思 便答应谢顾陪她一起去 教师专用卫生间门口 凡杜帮谢顾摆着风 临近去前谢顾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探出个小脑袋叫着同桌 凡杜无奈白手 放心上你的卫生间吧 结果在卫生间门口 又遇上了扛齐的体尾 凡杜你看怎么在这上厕所 凡杜只能借口说上面人多 体尾脸上笑哈哈心里跟明镜似的 午休时间厕所的人哪里多呀 虽然觉得借口敷衍 但想来谁还没点小秘密呢 结果刚白手说着那我先走了 就听谢顾的声音响起 呜胡 好爽好爽 喂 速藏 但他忘了笑把脑回路跟他有点偏差 同桌 你手怎么了 抽抽了 眼看谢顾就要出来 凡杜灵机一动 有人裸奔 体尾闻声望去 哪呢 凡杜眼疾手快将谢顾推回卫生间 谢顾一个没站稳差点摔倒 凡杜又是一个反应迅速的大动作 将人一拉一拽抱在怀里 凡杜你有病啊 突然推我干嘛 凡杜无奈 真是个傻子 明明给他打手势了 体尾凑巧探头想问凡杜裸奔的人 在哪被谢顾装个正着 陈 陈旭阳 你怎么在这里 体尾一脸猛逼开始脑补 我说学霸刚刚堵厕所门口干嘛呢 原来是等谢哥呀 没想到谢哥恋爱的时候这么黏人 上个厕所还要对象陪 难道这就是做最猛的男人谈最甜的恋爱 随后本着既然谢哥还没公开的意思 作为他的好朋友 我当然会理解并支持的原则 变头也不回的逃离现场 并附上一句谢哥 我懂的 你放心 我什么都没看到 谢顾满脑袋问号 他懂什么了他 随后又觉得不重要 反正我没有暴露 两人隔着黄浦江跨幅聊天 还能互相理解我真的哭死 一旁的凡度一个头两个大 这家伙这时候心倒是挺大的 早上怎么就非和我针锋相对 什么 学霸被绑架了 饺子垫凡度看着谢哥发呆 谢哥被看得丈二摸不着头脑 还以为今天点的饺子不合学霸的胃口 却见凡度放下筷子认真且严肃的开口倒不是 这几天你突然分化 又接连发生了很多事 一直没机会问你 那天在巷子里那群混混为什么找你麻烦 谢哥为了不让凡度卷进麻烦里 只能结结巴巴的说着陈年就愁了 和你也没什么关系 凡度只是淡淡的反问 和我没什么关系吗 即便谢哥极力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凡度还是起身对老板娘到我和谢哥的钱 我都转给你了就离开了 次日题尾看着谢哥身旁空荡荡的桌子 询问谢哥学霸今天怎么没来 谢哥一脸烦躁 我怎么知道 你问我我问谁 看着反应扛齐大手还以为两人吵架了 毕竟昨天两人还一起上厕所呢 今天就闹成这样 恋爱中的人反正他这个单身狗是捉摸不透了 一旁的谢谷趴在桌子上思绪飞出去好远 就算他是因为昨天的事生气了 也不该直接消失让人担心吧 随即又疼得起身 身后体尾的声音再次响起 谢哥 你去哪啊 谢谷依然满脸烦躁 问问老师 烦肚死了没 办公室里老师看着谢谷一脸诧异 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臭小子头一次破天荒主动来找我能有什么事 就听谢谷老师巴交结结巴巴的那个 老师 烦肚是生病了吗 他今天怎么没来啊 得到的却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不是 谢谷更激动了 那是被绑架了 老师又是简简单单两个字 不是 脑回路轻奇的笑霸只能想到最后一种可能了 那就是人没了 那他 在哪家医院 我去看看 毕竟同学一场 结果老师的一句今天月圆 狼月圆的时候是变不成人的惹的谢谷满头冷汗 只能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干笑着 哈哈哈哈 误会了误会了 随后欢快的说着不打扰了老师再见 迅速闪现出办公室 又跟工作室也打了声招呼 就提着各种狗狗爱吃的零食去探望学霸大狗狗了 樊渡家里一直苍狼听见门铃声还以为谁按错门铃了 毕竟在他的印象里他没什么能上门找他的朋友 就听门外传来谢谷的声音 樊渡 快 开门 是我 苍狼闻声打开一条门缝问他怎么来了 谢谷举了举手中的袋子 当然是关心你啊 看看我都给你买了什么好吃的 什么狗冻干 狗饼干 狗罐头 苍狼简直想举猫猫之门外 你居然到现在还分不清我是狼还是狗 反正凡度说自己的谢谷理解自己的两人完全没在一个频道 啊 你怎么还挑食呢 我可是专门找的狗狗店主 他说给我推荐的这鸡团可好吃了 随后还逗弄着凡度 乖狗狗 吃吧吃吧 生活不易凡度不叹气直接咬上谢谷的手 谢谷也不躲 苍狼跃气了 你傻吗 万一我真的咬到你怎么办 你怎么不躲呀 谢谷则是轻抚着苍狼 昨天 我说错话了 对不起啊 不是 咱就是说你俩能不能同评一下 全靠学霸超群的智商弥补两人间的鸿沟 小魂球 原来一直惦记着昨天的事 谢谷一直惦记着昨天的事在月圆之夜来到凡度家 凡度无奈原谅倒是原谅了 但是狗灵师作为苍狼的凡度来说是真吃不了 谢谷还挺无奈 行吧行吧 真拿你没办法 好在我有二手准备 过来穿上衣服 我们出去吃 说着掏出一件黄马甲 莫莫请问我爸 吓得凡度慌忙后退 谢谷 你要遛我 谢谷满脸不耐烦 快点的 你去不去吃了 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是男人就别磨磨叽叽 凡度再次妥协 还被路过的小姐姐当成了二哈 结果谢谷还蹬鼻子上脸 借着不知道吃什么的名义打算去学校后接逛逛 理由是学霸被他牵在手里多光荣啊 气得苍狼负气只能说着我不吃了 却被谢谷拽住了绳子 啊 学霸的脸面合存啊 你就宠着吧 两人在去宠物餐厅的路上 繁度又被荡成了工作犬 谢谷又趁机使坏 哎呀 我儿子脾气大吗 虽然不给摸 但是可以给你表演个节目 随即伸出手叫着儿子 伸着着 握手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苍狼的愤怒 想死吗你 谢谷一脸十拿九稳吃定繁度的表情 快点的 一会儿暴露 公共场所可不允许兽刑出现 但凡发现伤人 可是一律击毙处理哦 可怜巴巴的苍狼只能乖乖配合 还得听身旁不知情的小姐姐夸着挖 你儿子真棒 待小姐姐离开后谢谷一脸嘚瑟 哈哈哈哈 烦度你也有惊天 身旁的苍狼则是阴沉着脸发出阵阵沉闷的嗷乌声 谢谷也意识到自己有点都过火了 看着苍狼这个样子 怕等会儿真失控了便讨好的抱上苍狼 刚刚开玩笑的 你别生气了 我叫你生歌行了吧 哥 一句歌直接把苍狼整激动了 抬头就是响车天际的嗷乌 吓得谢谷慌忙捂着苍狼的嘴 你激动什么呀 大街上的别乱叫 苍狼无奈只能翻着白眼 还不都怪你这个小王八蛋 夜市谢谷吐槽着宠物餐厅又贵又不好吃 结账的时候只觉得自己是个大冤种 果然还是夜市香 一旁的苍狼满脸黑线 谢谷还以为苍狼也没吃饱 刚低头投喂苍狼就被身后的人猛个一撞 苍狼见状一跃而起 直接咬上那人的胳膊 身后的谢谷死命拽着绳子 刚想喊凡度又怕暴露只能改口说着回来 哈 看起来分化的不错呀 谢谷 谢谷撇过头 我和你没话说 随后是以凡度走吧 凡度记得这个混混 那天就是他带着人把正在分化的谢谷堵在小巷里 犹豫间高天元已经上前抓住了谢谷胳膊 别着急走啊 苍狼见状上去又是一口 直到苍狼落下高天元才反应过来 给我打死他们 凡度为保护谢谷不顾被发现的风险咬上高天元的胳膊 谢谷死命扯着绳子让凡度快跑 凡度无动于衷继续用低沉的狼嚎震慑着高天元等人 高天元这才反应过来这他妈是狼不是狗 身后一个白毛晃悠着手机 这么野性的眼神怎么可能是狗 怕 他还在瞪着我呢 性子真烈 随后远处就传来警笛声 谢谷才意识到和尘刚刚报警了 在公共场所出现兽刑且伤人是会被击毙的 谢谷第一反应就是解开苍狼的绳子让凡度快跑 一旁的苍狼纹丝不动 直到谢谷趴地打在苍狼身上苍狼才转身离开 待警察感到是苍狼已经跑远了 此时的谢谷贪软在地 都怪我 明知道今天是满月凡度会难以压制兽刑 还带他出来吃什么饭 要是不带他出来就不会碰上这种烂事 警察鼠离公事公办询问着到底怎么回事 和尘指着地上的谢谷 警察先生 是我举报的 就是他当街纵受伤人的 我和我朋友好好逛着夜市 狼行兽人却把我朋友的胳膊都咬破了 谢谷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要是让和尘这样添油加醋下去 烦度真的要糟了 调整好自己后又支冷起来了 都给我听吐了 就没见过你们这么恶心 仗着人多就想颠倒是非的东西 那只明明是我养的宠物狼犬 是这个叫高天远的人对我动手动脚 我家小几才英勇护主的 呜 警察叔叔 你得帮帮我了 小姐还被他们吓跑啊 一顿操作行云流水再加上几句音音音 警察鼠里一脸冷汗 先去警局调监控 你们好好说说情况 警局里警察鼠里调去了监控 刚好那里是盲区 只能又询问两位当事人 真的是受人咬伤我的 我建议对比DNA 一旁的蟹骨继续飙演技 都说了是宠物狼犬 你能不能别瞎碰瓷了 你以为自己眼睛匪剧呢 还比对DNA 别瞎浪费公共资源行吗 然后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继续道 警察叔叔 其实我是刚分化的欧妹的 今天在夜市受惊之后浑身不适 我现在还特别担心小姐 感觉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双重伤害 警察鼠里一听是刚分化的欧妹的 立刻让蟹骨坐下关心的询问 身体暖不舒服 蟹骨又是一顿很晚 说实话我也不想再纠缠下去了 只想快点回家好好休息 看看我的狗是不是也回去了 虽然这件事是他先骚扰我的 但是我的狗也确实因为护主 对他造成伤害了 我愿意和他私聊 查得高天远都听不下去了 人放屁 蟹骨又是一副正义之气的盯着高天远 如果你继续虎脚蛮缠 我也不介意和你法庭见 我这边只是宠物狗正当防卫 你可是闹事找事 亲还有没个未遂 一口大锅从天而降高天远只能妥协 警局门口高天远歉意地看着和胜 抱歉 就这样让他溜了 和胜满脸的人出无害 不是你的错 赶紧处理一下你的伤口吧 许久不见没想到蟹骨竟然变得这么有心机了 也或许 是我一直都没有看清过他 欠了的债总是要还的 他逃得了一两次 总跑不掉一辈子 凡杜加谢骨一声声换着凡杜 自己家凡杜没在 凡杜加凡杜也没在 一股担心涌上谢骨心头 只能一遍遍地在心里祈祷凡杜千万不能出事 谢骨到处找不到凡杜 只能蜷缩在门口等凡杜回家 迷里呼呼却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舔自己 回过神医看是凡杜 一个猛扑过去抱着苍狼不撒手 眼泪汪汪地说着我快被吓死了 你死了我怎么办呢 苍狼一边安慰委屈巴巴的猫猫一边往房内走去 身后的猫猫突然看见苍狼的脚受伤了 苍狼还是淡淡地回着没什么 进来 房间内猫猫又是一个猛扑将苍狼扑倒 你让我看看到底怎么了 看着苍狼血淋淋的脚猫猫又是一阵愧疚和心疼 虽然但是苍狼还是有几分嫌弃的 别舔 脏 我就是跑太多了 没什么大事 说着猫猫一个没忍住又吊起了金豆子 苍狼无奈又得宠着 别好了别好了 我都不知道你这么能哭 可是猫猫愧疚啊 呜呜呜呜地叫着锁都怪自己 看着哭个不停的猫猫苍狼只能想办法帮猫猫转移注意力 爪子好痛 你能帮我上药吗 樊渡房间里两人已经变回了人形 谢顾仔仔细细帮樊渡上着要给樊渡说着后来发生的事情 这么说多亏了你 这次我才能顺利脱身 关键时刻你处理的挺机智的 却见谢顾猛的起身 没有我 你也不会绞尽这种破事 说着说着还为自己宽衣解带 吓得樊渡直冒冷汗 却见谢顾可怜巴巴到看你这么可怜 今天就 樊渡一听更慌了 慌忙阻止 谢顾 不是 这样也太 你先冷静一下 此刻谢顾又化成了猫形 呲牙连嘴到老子今天大放血好吗 随便让你撸 过了这村以后没这店了 樊渡看着猫猫说不出话 这家伙 一直在愧疚啊 随后抱起猫猫 先欠着 都下半夜了 早点休息吧 明天再说 猫猫也放松了许多 满嘴答应着行 那明天摸 不到一秒的功夫就睡着了 樊渡看着熟睡的猫猫思绪万千 这家伙虽然看上去大大咧咧又粗枝大叶的 实际却有一颗细腻的心 这点倒是和我熟悉的U235对上了 明明你也是受害者 却自己扪着头愧就个没完 傻瓜 要算账的是几次三番找茬的畜生 次日猫猫迷迷糊糊的醒来 对着留有凡肚信息素的枕头一顿猛吸 片刻后反应过来疼的弹起 呸呸呸 老子睡糊涂了 凡肚你可别把我的梦话当真 却发现身旁早已空荡荡 凡肚的信息素有毒吧 怎么吸了之后感觉跟猫薄荷一样上头 太怪了 再吸一口试试 呼听凡肚的声音响起 起来了就出来吃饭 吃完饭谢顾正在收拾就听凡肚倒过来做 谢顾还以为凡肚大早上要撸猫 卢猫你想过猫猫的感受吗 就听凡肚严肃的声音响起 昨晚我咬的那个畜生是谁 报警的那个人又跟你是什么关系 好消息 告白了告白了 坏消息 两人鸡同鸭讲 即便是凡肚已经被牵扯进了高天远的事件中 谢顾还是躲避的说着跟你没关系 沙发上的凡肚毫无预兆的起身 谢顾 我咬它 是因为它要对你动手 而那个小白脸报警 明摆着也是在针对你 这么大的恶意你要让我装作看不见 谢顾被步步紧逼嘴上依然说着和你没关系 你就别管了 随后借着去上学的名义逃之夭夭 但是 但是 但是今天休息 周一教室里谢顾看着教室里开心的气氛一脸狐疑 询问下才得知这次运动会正好赶上学校70周年校庆要大办特办 但谢顾依然提不起兴趣 对面的题尾不断的巴的巴的说着运动会的好处 三校开放互联可以去吃巴中特别好吃的食堂 谢顾这才拍而起 但他激动的并不是能大吃特吃 而是两所有效 高天远是八中的 和胜是十六中的 那自己铁定完犊子了 凑巧凡度过来看到粘巴的谢顾 还被提尾告知谢哥才得知要开联校运动会太兴奋了 但看着谢顾因烦躁不停摆动的尾巴 凡度对此说法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午休时间铃声刚想凡度刚开口 谢顾就一溜烟的跑远了 结果还是碰见了和胜 跑这么急 是在躲我吗 跟在你身后的 是你的拼头吗 他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 闻声谢顾回头望去 和胜趁机一把抓过谢顾的胳膊 骗你的 这么紧张他呀 我听高天远说他叫凡度对吗 谢顾不想他们之间的是牵扯到无辜的人 可无辜二字在和胜听来极其的刺耳 抓着谢顾的手也不禁更用力了 无辜 我不无辜吗 你想怎么解决 下一秒和胜的手就被一只大手强行扒开 是凡度 和胜双眸变得深沉 又有些玩味 这么护着谢顾啊 那天他分化成龙没得要找人解决吧 我记得你当天也在 所以 你标记他了 对此凡度只是冷冷地回着与你无关 和胜还想挑拨 却见凡度一把用力将谢顾靠近自己 他想说就说 不想说也不劳你添油加醋 这位同学 天挺热的 哪凉快哪呆着吧 说完转身带着谢顾就离开了 校外小吃街谢顾看着凡度满脸感动 凡度只觉得恶心 瞬间把谢笑霸感动的气氛破坏了 走了 去吃饭了 身后的谢顾犹豫再三 你不追问我吗 之前你不是一直动 却见凡度回过头笑道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朋友 你是第二个 这话倒是让谢顾不高兴了 那第一个是谁啊 凡度无奈 还能是谁 也是你啊 U235 随即满脸的认真 谢顾 我以为自己喜欢U235 但走入现实 与你真正见面后 我却惊觉我赋予了U235太多主观想象 这份喜欢透着虚幻 无脑笑霸听着凡度这话 就油然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以为凡度是在生气自己 不告诉他关于高天远的事情 我们学霸教科舒适的告白来了 我被你套上牵引绳牵出去溜 你就是骑着我 我也没一个不字 归根到底是我乐意 但我们笑霸的脑回路就是不同寻常 意思是 现在你不乐意了呗 说着还气鼓鼓地甩开凡度的手 行了 老子也不是缠人精 想分手就直说 绝霸深情告白结果被笑霸误以为对方要跟自己分手 身后的凡度无奈又要宠着 你想到哪去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 虽然我现在还无法完全分辨处理好自己对你的感情 但是 在我心里 你是我 真实的人 如果你真的不想说 我不会勉强你 自己越说还越激动地甩着尾巴 随后又是一声响彻云霄的熬屋 吓得谢骨慌忙捂上凡度的嘴 别好了你 一会把城管招来了 喵屋 被捂着嘴凡度也不忘调侃谢骨 你不是也在喵 一句话谢骨的脸瞬间红透了 哼 我是嗓子痒痒 心里则是觉得凡度狡猾 他都这样说了让我怎么好意思继续隐瞒 那天 你咬的那个人叫高天远 报警的 叫和胜 其实 都是我欠他的 谢骨和高天远以及和胜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高天远是他们三人中最早分化的 初中的时候分化成了F 高天远学习不行 当初没有考上谢骨和和胜的那个中学 便将和胜交代给谢骨保护 因为和胜是他们三人当中身体最弱的那个人 经常生病 虽然谢骨和和胜不在一个班 和胜考到了尖子班 尖子班的学习任务很重 两人见面的时间凑不到一起去 但偶尔见面的时候谢骨问和胜好不好 和胜都说好 谢骨只觉得自己当时太没心没肺了 也学不会从别人的表情里读取信息 他说好 谢骨就认为是好 却根本不知道和胜因为体弱多病 却成绩好到和别人断层 被整个班级排挤 和胜选择了忍耐 可欺凌却越来越过分 因为和胜常常蝉联全校低 取得了保送重点高中的名额 那个一直屈居第二名的学生内心的极度终于爆发了 中考完 那个学生考得不理想 就把怨气都发泄到了和胜身上 找了一群阿富把和胜堵在了想象里 他们本来想在没有监控的巷子里教育和胜 可偏偏就是强了 和胜在那个时候分化成了妹 而当时谢骨在网吧打游戏 迟了好久才看手机 和胜给他打了三十多个电话 可谢骨一个也没接到 说着谢骨手中的杯子 已经不知不觉被自己捏扁了 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都是我的错 要是我早点发现就好了 垂头丧气中烦度将谢骨一把抱进怀里 谢骨 这不是你的错 是那些施暴者的错 谢骨的声音继续传来 旅天掩盖了一切 根本就找不到那个标记了和胜的Alpha是谁 一个Alpha可以标记无数Omega 可被标记的Omega只能有一个Alpha 如果我早点到就好了 高天远一直都喜欢和胜 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都要疯了 是我没保护好自己的兄弟 又伤害了另一个兄弟 一旁的凡肚轻轻擦拭着谢骨的眼泪 让谢骨好好看看自己 发生这样的事谁也不想的 错不在你 他们两个不能将这一切的错都按在你身上 谢谢你赶来了 谢骨终于向凡肚袒露心扉 他不明白既然错不在自己 那到底该去怪谁呢 凡肚眼里满是认真和严肃 那些施暴者 那些欺凌和胜的人 那些将和胜堵在小巷里的Alpha 谢骨文言只能苦笑 可上哪找他们去啊 当施暴者是一个群体的时候 就意味着他已经隐形 就算肉体上的伤害有迹可循 精神上造成的伤害又要如何判定呢 何况 和胜的精神真的能承受流言蜚语造成的二次伤害吗 虽然凡肚并不认为 接下来的话是受害者有罪论 但是他不明白 既然当初和胜有机会 谢骨过那么多电话 为什么不直接更快急地报警呢 谢骨也不知道 或许是当初和胜慌了神 无法在极端情况下保持理智 但是在他看来探寻这些已经没有异议了 所以他觉得和胜的情绪需要再提 还是恨自己吧 至少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 不管高天元以及和胜 对自己做什么谢骨都忍下来了 在凡肚看来 谢骨只是个温柔的傻瓜 但在凡肚的认知里 高天元和胜是暴力的受害者 扭过头又变成了新的施暴者 如果当初谢骨分化的时候 他没赶到 那现在的谢骨已经 文言谢骨紧紧抱着凡肚 谢谢你 赶来了 我不告诉你这些就是怕影响到你 还反过来安慰凡肚 行了 别皱着脸了 像个小老头似的 凡肚擦拭着谢骨脸上的泪珠 以后我也不上晚自习了 我跟你一起上下学 谢骨当场就是一万个大面 毕竟太耽误凡肚学习了 每个每年都会经历发情期 没有抑制剂的情况下 更是能引来方圆石里的elf 如果这个时候高天元他们找到你 你自己想想会是什么后果 谢骨脸被掐得深腾开始反击 最后在两人的协商下选择烈 凡肚陪谢骨翘一天 谢骨陪凡肚学一天 凡肚起身只是说着随你 走了 回去上课 扔垃圾的瞬间 谢骨冲上来突然抓起凡肚的手 凡肚还为开口谢骨倒是恼羞成怒 干嘛 老子是想看看你的伤口 你可别瞎想 才不是牵手 凡肚趁机调判到早不疼了 你要是真过意不去周六 过来帮我打扫下家里厕所吧 虽然谢骨同学 全把脚踢的收着小狗狗起床了 别做梦 但还是在几日后的清晨 敲响凡肚家的门 看得凡肚目瞪口呆 我只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他还真来了 而且还贴心的带了狗狗零食 好吧 也没那么贴心 毕竟人家是狼 自顾自走进房间的谢骨一脸 兴致冲冲地打算干活 结果凡肚学霸不做人了 来都来了 一起做几套题 谢骨只觉得这货肯定是稍糊涂了 随后拍拍凡肚的肩膀 这样吧 你自便 不用管我 说着转身就去玩电脑了 身后的凡肚一脸猛逼 到底谁才是这里的主人 谁家好人一听男朋友说 电脑配置不行 立马就花七万多给男朋友换电脑了 这边凡肚正在写作业 那边谢骨吐槽着凡肚的电脑配置差 凡肚闻声啪的一声将笔摔在桌子上 二话不说 拿起手机大手一挥 就是一个全新游戏本 下午门铃准时响起 床上的谢骨游戏打得正激烈 就听凡肚让自己去开门 满脸写着不情愿 直到被凡肚踢了一脚 你给老子买了什么 凡肚双手还于胸前一脸宠溺 自己拆 好家伙 这一拆谢骨就差一身相许了 操 Rush系列最贵的游戏本 价格差不多七万了 瞬间老泪纵横 给 我的 为什么 不是你说我的笔记本不好用吗 以后想玩游戏用这个就行 别去网吧了 谢骨瞬间老脸通红 草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 学霸撩人于无形 那你正好说到我心里去了 我做题了 你玩吧 谢骨激动的上去就是一个熊豹 凡肚 老子爱你 然后将人按在椅子上就是一顿勃勃 此时此刻 你让老子嫁给你三秒都行 凡肚依然稳如老狗 彩礼前就要七万的电脑 你也太好打发 谢谢 随后听说谢骨没心 好了 管你的电脑去 作为学霸的凡肚从小学就开始领奖学金 高一的时候不巧拿了奥赛果奖 所以说 知识就是金钱 虽然作为学渣的谢骨觉得凡肚这样很像深口 但他知道 这都是凡肚应得的 他也值得 一开始凡肚只是想向爸爸证明自己 后来发现无论怎么做都是无用功 为了博取爸爸的注意力他做了太多傻事了 包括自己身上的伤 一眼让凡肚误以为只要他受伤了 就能让爸爸关注到自己 小孩子的大脑比较简单 烦度也不例外 爸爸不看自己的时候 他就以为是自己伤得不够重 最严重的一次是从三楼跳下去 把自己肋骨摔骨折了 但是爸爸一次都没去医院看过烦度 从那以后他就知道了 爸爸不爱自己 谢骨其实不太理解 如果不爱孩子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 然后又用冷暴力狠狠伤害他 人们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口 想不通 也只能自己学会跟自己和解 可能两个人的相遇是注定的 此刻谢骨只能抱着烦度不断地说着我 还有我 还有我爱你 不过我们学霸还真是破坏气氛的高手 看着谢骨身后摇晃的尾巴 小手一键抓着猫猫喵一声 还舔着脸说什么是我的手不听大脑的命令 与我本人无关 行了好了 臭情侣的小把戏而已 都散了吧 大口的狗粮全靠体尾脑补 周一谢骨分化成Omega的事情 就成了学校贴吧里的热铁 烦度想也知道是高天远干的好事 谢骨只气自己小心翼翼的伪装 结果不到一周就被捅得全笑都知道了 却发现身旁的烦度比自己怨气还大 甚至像急了预备一少年饭 只能用这样我就能大摇大摆地去 用梅的卫生间来安慰烦度 结果被烦度的一句别碰我刺耳到了 片刻后调整好自己继续哄老公 挨我去 你毛病又犯了是不是 心都亲过了 我就碰碰能怎么滴 对面的体位瞬间脸红成了他码头 结结巴巴的反问 亲 亲过了 谢骨一脸嘚瑟 那当然 摸了 亲了 还睡 话还没说完就被烦度一把捂住嘴 这边的体位脑海里全是那句亲了 睡了 脑海里立马浮现各种画面 平时张牙舞爪的笑爸成了肤管炎 只是十一点后回家就被学霸一顿爱的教训 最后直接拉去了卧室 即便是身居下位笑爸依然桀不逊 在学霸愤怒的眼神中咬上学霸的手 自此学霸被激怒两人开始唇枪舌战 一顿脑补后 体位只能默默的说一句酷 还不忘夸赞一下不愧是你 学霸 一句英文拽的谢骨差点没吐出来 却听烦度淡淡到你想多了 就是同桌而已 他不想让谢骨在这种情况下还承受流言蜚语 毕竟自己是Alp 谢骨是Omada 两人关系太过亲密 总会被制造恶毒流言对谢骨造成二次伤害 身旁的谢骨文言看向烦度 他不明白烦度现在是什么意思 明明烦度已经标记自己了 而且他们还有网络男友的关系 而此刻烦度却只把他当同桌 你放什么 话还没说完谢骨就被踩了一脚 我和谢骨物种都不一样 还能有什么关系呢 谢骨这才意识到难道这就是烦度给他的答案吗 也是 物种不同 硬要在一起不仅不被法律承认 也会被社会歧视 随后双手还于胸前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对 物种都不一样 老子生平最讨厌的就是犬科 也又不是不知道 其实谢骨也分不清自己对烦度的感觉 应该也是把烦度当好哥们更多 可不知道为什么胸口就是觉得闷闷的 对面的提尾比两位当事人还受打击 这怎么磕得CP刚发了糖就别 提尾表示不接受呜呜 接下来的几日里 烦度对谢骨都异常的冷淡 不是躲着就是爱搭不理 猫猫心里被大狗狗搞得乱七八糟的 最终只能寻求场外帮助 在谢骨只字不漏的阐述下 老师给出一个非常中肯的回答 你朋友喜欢你 虽然还没发展到这一步 但很可能只是爱情的萌芽 你的朋友此时意识到自己对兄弟产生了感情 算是勉强对上号了 这次换反应迟钝的猫猫接受不了了 甚至在午休时间被学霸确诊为尿瓶 尿急尿不尽 咱就是说你俩别太荒谬好吗 堂堂笑霸不仅有前列线还有一桩皮 谢骨知道烦度可能喜欢自己后一 整个无法面对烦度的大动作 一旁的烦度看着怪不怪样的谢骨不禁发问 你干什么去了 谢骨被问得一阵心虚 没 没什么 尿 尿尿 整得烦度更猛了 需要上这么久吗 谢骨继续装傻 我刚刚好像没上干净 我那什么 不 我不太舒服 我再去一趟 只留下身后的繁度继续在风中凌乱 无奈只能求助杜娘 最终在午休时间谢笑霸被判定为前列线 自此谢笑霸的脸面荡然无存 繁度 是你干的吧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解释 繁 繁度一脸气定神闲 开始给谢骨科普生理知识 前列线是一个柔软富有弹性的腺体 其部满了毛细血管和神经 控制男性的排尿 维持正常生殖功能和生育功能 同时也是雄性激素的转化器 这部表示你讲这么一大堆专有名词我听不懂 无奈凡老师只能开课 了解生理知识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可机会及其 他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 听懂了吗 不懂及时提问 要点都记下来 懂倒是懂吧 但谢笑霸坚持自己真的没病 繁度无奈又要宠着 前列康这么一推 宠溺地说着恩 没病 谢顾欲扑无泪 这哪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只能默默感叹老子的一世英明 其伟倒是懂事又爱管事 敲咪咪开导谢顾 和一生的幸福相比一世英明不算什么 谢顾也是会抓重点的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草蛇什么线 数什么千里吗 明明只是萌芽阶段 他就对一生的幸福这么关注了 简直恐怖 牲口 自从有了这种想法 谢笑霸那是给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不给牲口繁度一点可乘之机 但是下半身挡住了 上半身还吃果果呢 结果抬头一看女生们都穿着比基尼 谢笑霸又灵光一现 谢顾 谢顾呢 怎么他总是迟到 不等他了 我算旷课了 话音当落谢顾的声音响起 我来了我来了 老师别记旷课 谢笑霸的其妆衣服再次引起风唐大笑 体育老师脸都绿了 谢顾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一到游泳课就作妖 你穿的什么东西 谢顾老脸一魂为了不让凡身口有可乘之机 只能解释说自己喜欢这样穿 时尚 队伍中的凡度如做针毡 这家伙是不知道丢人两个字怎么写 有时候真搞不懂他的想法